第1181章赤火化玉信守暗报 说罢 薛安上前一步 独自面对这四面八方而来的攻击 这等阵势 令全场所有人全都为之震动 然后纷纷摇头 认为薛安这下将再难幸免 赤玉泽得意地大笑起来 小子 我承认你确实很强 可你忘了 这里可是老子的一亩三分地 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 你 他的叫嚣并没有说完 因为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的一幕将他给彻底惊呆了 但见薛安面对冲来的四方滑光 神情淡漠 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静静地看着 甚至当光华所激起的气流吹拂的薛安额角的病法都随之摇摆不定之时 他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直到光华已然堪堪冲到敬前之时 薛安才豁然抬眸 眼中神光爆亮 然后在肩部融发的时间里猛然抬手 信手按落下来 砰 就听一声巨响 只见冲在最前面的那道滑光被薛安一掌按落 众人只觉得地面一震 而后便见那坚硬无比的地面都被砸出了无数道放射状的裂缝 至于裂缝中心的深坑之中 则是一个被震的蹊跷流血 已然昏迷不醒的神族强者 但这才只是个开始 就见薛安如同打地鼠一样 手掌如飞 连连按落下来 而每一掌 都会将一道气焰嚣张的滑光直接砸进地面之中 令地面都为之巨阵 终于 当所有围攻而来的滑光都消失不见 再看地面之上已经遍布无数秘如珠网般的裂缝 而在裂缝之中 则均匀排列着十几个大坑 坑里 全都是被薛安这一掌拍成重伤 彻底失去抵抗能力的神族强者 这等结果 让全场所有人都为之目瞪口呆 就连赤玉都没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才召集来的手下围攻居然会落得个这样的结果 看薛安那轻松血液如同游戏一样的模样 甚至都让赤玉产生了一丝怀疑 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这些手下太弱了 以至于如同主动送上门被薛安拍的地鼠一样 连抵抗都做不到 便全都身负重伤 正当赤玉心中被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所充斥之时 但见薛安环是一片狼藉的地面 然后有些满意地拍了拍手 手感还不错 说着 他抬起头来冲着赤玉温和一笑 还有什么招数 都一起拿出来吧 趁小爷我今天有兴致 陪你好好玩玩 这番话让赤玉木火中烧 但以薛安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他也不得不小心应对 因此他冷恒一声 阴策策地说道 小子 这都是你逼我的 说着 并见他突然一挥手 十几座剧坑之中的神族强者齐齐一颤 然后这个身躯瞬间爆裂开来 而其中所蕴含的精血则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汇入了赤玉的体内 随着这一道道流光的汇入 赤玉身上的气势越发强悍 而且透过胸前的那处伤口可以看到 本来空荡荡的胸膛之中逐渐显出了道道红光 而后这些红光逐渐汇聚 最终凝聚成一枚小小的心脏 刚开始的时候 这枚心脏就好似花生米一样大小 但当它跳动之时 却让附近的虚空都为之震荡 而且当跳动了几下之后 但见这枚心脏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大 最终恢复了正常 紧接着 连赤玉胸前以及背后的伤口也随之消灭于无形 就是这短短几个呼吸的光景 刚刚还身负重伤的赤玉便恢复了正常 甚至气势更甚往昔 可这等将自己的手下生生吞噬来恢复自己伤势的行径 却让全场众人的面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可赤玉却不在乎这些 只见他节节怪笑道 小子 刚刚是我大意了 但这次 我就叫你做人 随着话音 但见赤玉的身形陡然一闪 已然来至了高空之中 而后气势延展开来 笼罩了周遭天地 强决的气势隐忍不发 但已然令天地都为之变色 但所有的威势 矛头都直指站于场中的薛安 可是薛安却绕有兴致地打亮着赤玉 眼中甚至闪烁着跃跃欲似的光彩 有点意思 来 小爷我不动 先试试你这一招有多厉害 说着 薛安还不忘冲着天空之上的赤玉勾了勾手指 这下 赤玉再也无法按耐住心中的怒火 冷恒一声道 赤火 化欲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但见在赤玉身后阴晕不散的灰色雾气轰然化为熊熊燃烧的赤色烈焰 然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接降临于薛安之身 但见烈焰沸腾 赤火变天 整个世界似乎都被这无尽的赤火给包围了 至于刚刚还站在那的薛安 更是没有了半点踪迹 很多人暗暗叹息一声 果然还是死了啊 赤玉也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一般不到危急时刻 他是不愿意动用这一招的 因为这赤火地狱动用的乃是他自身的本源之力 一旦动用 可谓是伤筋动骨 可现在形势所迫 他也只好如此了 但幸好 这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少年最终 还是葬身于自己的赤火地狱之中 可这个想法刚刚生起 还不等他脸上现出得意之色 只听在这一片赤火地狱之中 传来了薛安的轻笑之声 用火来对付我 真是难为你怎么想的 随着话音 但见熊熊烈焰之中 薛安的身影渐渐浮现 不过此刻的他 没有丝毫的狼狈之色 相反的 反而因为飘飘 神情淡然 甚至连鹅角的病法都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就好似他现在所处的并非火焰地狱 而是午后的沙滩一样 而且当他徜徉期间 那本来热浪昨天的赤色火焰就好似见到猫的老鼠一样 连静声都不改 而是在不停地往后退去 于是在这赤火地狱之中便出现了这样一幕奇景 本来熊熊燃烧的地面随着薛安的踏过 火焰瞬间熄灭 而且火势也在节节败退 这种感觉就像是薛安在步步逼退一条本来嚣张跋扈的火龙一样 就在这种情况下 薛安与寝客间便走出了这片赤火地狱 第1182章雷霆万军满心悲悯 而当他的角落在地面上的那一刹那 满天赤火悲悯一声 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开始急剧缩小 当缩小的只有一个火球大小时 便静止地飞入了薛安的手掌之中 而后便见薛安的手心之中 一朵孱弱的赤色火苗正在鸟鸟燃烧着 而薛安则抬起头来冲着站于高空之中 已然看傻了眼的赤玉唯唯一笑 度谢老铁送的火苗 说着薛安便在无数震害惊惧的目光之中 一口将这朵赤色火焰吞了下去 然后他巴唧巴唧嘴巴 点了点头 味道还不错 还有麻 这句话让赤玉险些站立不稳 从高空之中摔落下来 因为他还从未见过如薛安这般生猛的人 好法不伤地从自己的赤火地狱之中走出来也就罢了 居然还将自己赖以成名的赤色火焰一口吞下 而且看那轻松的样子 似乎跟吃糖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种的异状令赤玉的心里都直冒寒戏 不禁痛悔自己之前不该烫这浑水 可是已至此 他也只能一咬牙 有些色力内人地吼道 小子 我承认之前看错你了 你果然有两下子 但你真以为这就足够了吗 要知道 这里可是我的主场所在 我 薛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行了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输强龙不压地投蛇 可关键是 薛安森然一笑 我不是龙 你也不是蛇 所以你要是没有再新鲜的招数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话语平淡 但听在赤玉的耳朵里却令他如作针毡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 在薛安那淡然的语气下 蕴含着极为恐怖的杀意 想到这 他终于一狠心 回头冲着城主府的方向怒吼道 现在不来 更待何时 可随着赤玉的一声令下 周遭却是一片安静 别说人了 就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这下 众人不惊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搞不清楚这个赤玉打算干什么 可就在这时 只见在薛安的后脑少储 空间陡然泛起一层涟漪 而后便见一柄黑漆漆的匕首直刺而下 速度之快 可以称得上是雷霆万钧 这等速度 再加上距离极短 可以说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甚至很多人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 可就是在这样肩不容发的时间里 这柄匕首却瞬间刺空 刀尖直接穿透而过 而后这道虚影才随之消散开来 这等变故让这名手持匕首的人心中一惊 明白自己已经曝露 但此人也非同小可 居然丝毫没有慌乱 反而极为冷静地将匕首一个反辽 直袭身后 可这样气势如虹的一击却又一次落空了 而后便听薛安那颇为赞许的声音从侧面传来 道数不错 速度也挺快 如果不是遇到我 可能别人就着了你的道了 听到薛安的这番话 手持匕首之人也没吭声 而是转身就跑 他知道自己的这一波攻击彻底失败了 所以也不恋战 可他打算得很好 薛安却不打算放他走 呵呵 就这么便想走吗 说着 薛安一手贪入虚空 一把便薅住了将要顿走的死人 直接将其脱了出来 然后抬起另一只手便准备拍落 可就在这时 薛安突然惊疑了一声 因为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赫然是一名面目阴朗的白衣男子 这本并无什么奇怪 可关键是薛安从这白衣男子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这令他神情一变 本来要拍落的手瞬间停住 这时 被薛安抓住的这个男子本来已经做好准备等死了 但却迟迟没有等到薛安动手 这令这名男子不禁有些惊诧 等睁眼一看 却发现薛安正一脸惊恶地看着自己 尽管不知道这个强大无比的少年为何没有动手 但这个男子出于求生的本能 还是在瞬间做出了反应 只见他猛然张嘴尖笑了一声 音波直指薛安 力度之强 足以将强者的神魂都震散 而后他趁此机会抬手又是一级 笔手直刺薛安的胸膛 可就是这样十拿九稳的一级 却又一次落了空 因为本来狂飙途径的匕首突然停滞在半空之中 无法存进 因为薛安的手不知何时已经挡在面前 并用两根手指直接夹住了这柄匕首 动作之快 丝毫没有受到刚刚那声尖笑的影响 这下 这名男子彻底绝望了 因为这个少年已经强悍地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力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闭目等死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少年依然没有动手 只是微微叹息了一声 真不知道你恢复正常之后 该如何面对这段记忆啊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 听得很多人一脸蒙逼 这个男子也是一样 他有些惊恶地看着薛安 什么意思 薛安冲他笑了笑 只是这笑容之中包含着悲悯之色 然后轻声道 没什么 只是有感而发罢了 说着薛安抬手 手指直奔男子的面门而来 男子暗叹一声 知道自己要死了 也没反抗 而是十分坦然地闭上了眼睛 而与此同时 在远处传来了一声女子的惊叫 不要 可惜 这声音离得很远 根本来不及赶过来 而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男子心中一颤 想睁开眼睛看一看 但最终还是一咬牙 没有睁开 江姑娘 有缘来是再见吧 男子心中默念了一句 可就在这时 薛安的手指也已经冲到近前 但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一直结果了证明男子的性命 而是轻轻地在男子的眉心间谈了一下 这一下让男子浑身一颤 整个人瞬间将力在原地 再也无法动弹 而后他睁开眼睛 疑惑地看着薛安 面对男子直循的目光 薛安只是一笑 别着急 就在这好好看着 看我一会怎么将这帮家伙诛灭 这话中的语气更加奇怪 男子终于按捺不住 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不杀我 杀 我为什么要杀你 薛安淡淡道 然后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然后有兴致地问道 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男子沉默片刻 最终缓缓说道 小天 第1183章都是误会本无仇怨 小天 薛安唯唯一争 然后摇头轻笑 我早该想到的 与此同时 江巡南也已冲到了近前 但他站在远处 满脸畏惧地看着薛安 并没赶过来 薛安自然也注意到了他 因为之前的那声不要 就是从他嘴里喊出来的 这让薛安对这个女子产生了一丝好奇 不禁多打亮了几眼 然后他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见这个江巡南不时用关切担心的目光 看像被定服在那的小天 嘴巴轻动 似乎在说话 但却没有发出声音 而小天似乎也能听到这些话 两人就这样交流了起来 薛安健壮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因为他一眼便看出这个江巡南并非人族 而是金犬所话 那现在他跟小天的交流应该就是犬族之间的秘术了 不过看两人的样子 似乎感情颇生啊 薛安心中默默感叹了一声 然后冲着江巡南一笑 这位姑娘 你大可以上前来跟这位小天将军说话 不妨是的 江巡南文言一愣 他不清楚薛安是敌还是有 因此心中满是忌惮 但不管怎样 薛安至少没有直接动手 因为刚刚所发生的事他也都看到了 薛安若是想杀小天的话 这个小天早死八回了 莫非 他真的没有什么敌意 江巡南心中盘算着 然后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多谢大人 说吧 他才走到了笑天境前 一脸关切地照看着他 薛安对此只是淡然一笑 然后便抬起头来看向了高空之中的赤玉 懒洋洋洋地说道 还有什么招数便都一起用出来吧 我现在可已经没什么耐心了 因此接下来的时间 你可要好好珍惜哦 赤玉被薛安的话 气得虚法皆张 但心中也着实有些畏惧 因为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看透薛安的底细 尤其薛安从始至终都没有显露出半点修为 却能力压群雄 这听起来简直如同天方夜谭一样 可却真实地发生在自己面前 这让赤玉心中寒气直冒 在权衡了一番利弊之后 他猛地一咬牙 审声道 朋友 我觉得咱们之间肯定有些什么误会 毕竟咱们之前也没什么仇怨 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女人罢了 这其实根本犯不上 这话的语气跟之前已经截然不同 至少很多人的面色都为之一变 然后彼此骇然地对视了一眼 赤玉神将认怂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可对于赤玉的这番话 薛安根本不畏所动 反而抱着肩膀好整以暇地看着 不 饭不上 赤玉点了点头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道 没错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误会 而且既然朋友对这个颜媚书如此看重 那我拱手相让便可 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 实际上 他的话还没说完 薛安便十分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说重点 赤玉眼中闪过一抹怒涩 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 朋友 你捏爆了我一颗心脏 并打伤了我十几名手下 但这笔账我不打算追究了 咱们就此结果 你现在便可以带着这个颜媚书离开 我绝不阻拦 你看如何 这个条件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因为在众人看来 赤玉神将显然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不管谁是谁非 毕竟薛安刚刚先是捏爆了赤玉的心脏 又打伤了这么多人 局面俨然已经不可收拾 可赤玉现在居然表示不再追究 这简直可以算是给足了薛安面子 这下 所有人都笃定薛安必定会接受这个条件 因为就像赤玉所说的那样 这件事的起因无非是因为一个女人 至于薛安和赤玉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仇怨 这样的话 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会选择习师宁人 就连颜媚书也长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样 自己的性命算是保住了 若不是薛小哥出手 可能自己现在已经沦为这个赤玉的玩物了 想到这 颜媚书不禁脸颊泛红地看向薛安 心也跳得越发剧烈起来 本来他之前对薛安便极有好感 但薛安没有修为这件事 却让颜媚书觉得如梗在喉 满是遗憾 可等到现在 他才明白 原来薛安并非没有实力 而是自己的见识太少啊 至于修为 没有修为又能怎样 这不还是将鼎鼎有名的赤玉神将都给打得服软了 越是如此小 颜媚书便越是觉得通体发热 不禁媚眼如丝地看向了薛安 可就在这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了结的时候 薛安却笑了起来 只是他此刻的笑容没有丝毫暖意 反而满是凛冽杀鸡 说得倒是挺有道理 可惜 我还是不接受 轰 这下全场都炸开了锅 什么 这样的条件他还不同意 他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说真要跟赤玉神将打个你死我活才行吗 有人惊恶高呼 这个少年虽然很厉害 但还是太年轻啊 赤玉神将都如此让步了 他却还是不依不饶 真要是将神将大人逼急了 胜负还很难说呢 有人冷笑道 赤玉也没想到薛安居然真的拒绝了自己开出的条件 不禁恼羞成怒地吼道 朋友 你别以为我真的怕了你了 我只是觉得因为一个女人而如此大动干戈 有些不值得罢了 毕竟你我之间本无仇怨 本无仇怨 薛安笑容见朗 谁告诉你 我和你本无仇怨的 嗯 赤玉一愣 然后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你什么意思 要知道在今天之前 你我可是从未见过面的 何来仇怨一说 薛安笑了笑 却没有正面回答赤玉的话 只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什么仇怨 你待会自然便会知道了 我现在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 三个呼吸之后你若是没能动手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听到薛安的这番话 是欲勃然大怒 小子 你简直太狂妄了 好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离恨诸神的厉害 说吧 他仰天怒吼一声 天狗何在 轰 随着他的怒吼之声 但见本来晴朗的夜空骤然变得阴暗下来 第1184章天狗惊骇 是欲失目 而后便听一个猙獰狠毒的声音从苍穹之上传来 神将大人稍等 天狗来也 说着 就见一道黑光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了赤玉身旁 带流光停住 赫然便是之前那只天狗 要知道天狗本是一种自上古之时遗留下来的一种 平素最喜欢居住在苍穹之上 吞噬日月精气 尤其这只天狗之前还被笑天锁伤 要想恢复 更的加倍吸收精气 因此自打那天之后 他便一直沉睡于苍穹之上 没有下来过 直到这次听到赤玉的召唤 他才从睡梦中苏醒 然后降临下来 这时 因为天狗的降临 全场一阵的骚动 唯有薛安眼中光芒微微一闪 然后嘴角扬起一丝冷然的笑意 低声自语道 有点意思 居然是上古一种的天狗 可惜血脉太过博杂 不然实力绝不仅于此 只是他身上的气息怎么有些熟悉呢 却安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与此同时 就见这只天狗冲着赤玉身诗一礼 神将大人有何吩咐 赤玉打亮了天狗一眼 发现自己这个手下神丸气足 显然已经恢复如初 这让他本来有些忌惮的心迅速平静下来 然后抬手一指地面的薛安 冷然道 此人伤我神区 灭我手下 狂妄至极 惊天必杀之 是 天狗直接应道 然后才黑黑凝笑着看向了地面的薛安 打来的也 正准备叫嚣几句的天狗忽然顿住了 然后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指 浑身更是在瑟瑟发抖 赤玉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此刻的他内心满是得意 趾高气扬地冲着薛安冷笑道 朋友 这可都是你自找的 薛安却没有理会痴育的话 因为此刻 他忽然想起为什么看这个天狗觉得有些熟悉了 这不就是在天火深渊之时 封印自己的那道天狗气息麻 想到这 薛安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好久不见 声音很是平淡 可听在天狗的耳朵里 却不雅于晴天霹雳 瞬间便将其从茫然之中震醒过来 然后他便私生尖叫道 是你 居然是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 声音之中的惊句和恐慌都快要满意出来了 赤玉也有些傻眼 他是谁 天狗这时候勉强镇定下来 但还是用无限惊句的目光看着薛安 颤声道 神 神将大人 这个家伙就是我之前给您提起过的 那个只是一拳便将我的封印彻底轰碎的人啊 赤玉文言嘴巴渐渐张大 他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事 但旋即 他便想起了什么 师生惊呼道 天照神域 你来自天照神域 薛安呵呵一笑 然后森然道 答对了 奖励你一拳吧 出吧 薛安踏前一步 整个人瞬间出现在赤玉和天狗进前 抬手便是一拳 这一拳之威 那在众人眼中就感觉天地似乎都被薛安给直接掀翻了一样 不经全都骇然色变 天狗惨叫一声 他对薛安忌惮至极 根本不敢恋战 转身就跑 赤玉也想跑 可他的位置守当其冲 想跑都跑不掉 只能一恒星 目好道 给我去死 出吧 他耳间的那道树木猛然张开 视线锋利如刀 直接将面前的空间切割开了一条长掌的缝隙 这时薛安的一拳也恰好轰制 然后整条手臂便被这道空间裂缝给吞噬了 赤玉见状大喜过望 哈哈哈哈 小子 中了我的埋伏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在他看来 不管是何等强者 只要进了这空间裂缝 都是必死无疑的结局 因此他自然兴奋至极 然后台长便朝着薛安轰落下来 可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的他根本没有发现 手臂被拖入空间裂缝的薛安 嘴角那一抹冷然的笑意 赤玉的兴奋和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他忽然觉得胸口一凉 而且这种感觉还十分的似曾相识 这不禁让他低头看去 果然就见一只纤细修长的手不知道何时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而手中则依然握着一枚红彤彤的心脏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赤玉浑身俱阵 然后便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惨嚎 因为这次薛安没有犹豫 直接一把捏爆了手中的心脏 赤玉腾的浑身震战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往前冲出了百丈之远 然后转过身来 用惊惧至极的目光看着薛安 因为接连两次被捏爆了心脏 现在赤玉的实力大损 俨然已经失去了反抗之力 而这时 薛安淡淡道 你不是问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怨吗 我现在便可以告诉你 因为这个 说着 薛安抬手一指 指尖正对着赤玉额间的那道树木 你额间的那道树木是怎么的来的 还需要我说吗 赤玉面色狂变 你 你是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我是 赤玉惊害欲死 因为他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 为何天君大人会心事重重地派自己前来镇守边缘之海 一切的根源 都是因为这个少年啊 那他的来历便呼之欲出了 很可能便是来自 华族 这个念头一出 赤玉就觉得自己头皮发麻 不禁产生道 你 你 你了半天 他也没说出后面的话来 薛安站于虚空之上 淡淡道 现在告诉我 你这道树木的真正主人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放了你 赤玉浑身一颤 终于清醒过来 但他根本没有回应薛安的话 而是转身就跑 他能在这里恨天中活这么久 并成为离恨天君手下最强大的神将 靠的并非全是实力 更重要的还是他很善于看清形势 现在这个少年显然来者不善 自己要想活命 最好有多远跑多远 等回去后再将这个消息告诉天君大人 赤玉心中盘算着 催动全身修为 便要逃窜 可就在这时 在他面前传来了一声叹息 你们这帮家伙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听话呢 非得让我动手才好吗 赤玉背下的亡魂接冒 但手中的动作很快 抬手一掌便拍向了薛安 可薛安却连躲都没躲 弹指便将赤玉的手掌震飞 然后两根手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出现在赤玉的额前 毫不犹豫地往下一插 扑得一声闷响之后 便听赤玉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惨嚎 然后便用手捂着血流不止的额头 惊骇欲绝地往后退去 而薛安手中握着这枚光滑灿然的神木 淡淡道 就凭你 也配拥有这样的神木 第1185章 不管何人通通斩尽 剧痛之下 赤玉浑身都在颤抖 一双眼眸之中更是充满了惊惧和惶恐之色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个没有丝毫修为波动的少年 为何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忽然冲着赤玉一笑 稍等一下 说吧 他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赤玉一愣 这个少年要去干什么 不光是他 全场众人全都有些疑惑 不过赤玉很快便清醒过来 自觉这乃是一个难得的逃跑机会 可就在他正打算转身逃离此处的时候 就见一道流光闪过 薛安重新出现在了场中 不过此刻在他的手中多了一个人 此人浑身站立 鲜血则顺着他的额头往下躺落 可即便如此 依然掩盖不住他眼中的金黄欲绝之色 见到此人 全场先是一镜 然后便是一阵滴滴的骚动 因为被薛安抓回来的 正是刚刚逃窜而去的天狗 本来所有人都以为天狗已经成功出逃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不过用了几个弹指的光景 便将这天狗抓了回来 这等速度 简直惊世骇俗 令人叹为观止 赤玉也傻了 他也没想到薛安居然能将天狗给抓回来 不过他这是要干什么 赤玉心中泛起一丝疑惑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低下头来冲着天狗微微一笑 当日在天照神域 我算是留了你一命 可没想到你非但不知道悔悟 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 那就不要怪我了 初霸 薛安猛然抬起手来 将这天狗举到了面前 天狗浑身俱阵 惊恐欲绝地吼道 大人饶命 我真不知道是您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扑 后面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薛安已经一拳轰爆了这个天狗的脑袋 一团血雾弥散开来 吃去了脑袋的身躯则在微微震战 但这并没有结束 就见薛安手中陡然献出了一团赤色的火焰 然后随手一挥 这火焰便直接附着于天狗的身躯之上 熊熊地燃烧起来 肌肤被高温烤爆的声音混杂着筋骨的粉碎声 传遍了全场 让人听了简直不寒而栗 紧接着便听赤色火焰之中传来了一声无比凄惨的嚎叫 而后一切才重归于极 只剩下依然在熊熊燃烧的火焰 以及一股弥漫全场的奇异肉香 这股香气闻起来就跟肉铺里卖的狗肉差不多 很多人不禁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 觉得既恶心又难受 而这等果决的杀伐 自然也让众人为之金句 要知道天狗好歹也是一方强者 结果在这少年的手中却跟一只带仔的羔羊差不多 谈笑兼变灰飞烟灭 尤其赤玉 更是如同见了鬼一样 因为薛安最后动用的那股赤色火焰 分明是自己的本命之力 整个离恨天 除了他拥有之外 根本没有第二个人会 可这个薛安却只是吸收了一小朵火焰 便能完美地施展出来 甚至威力比自己用出来还要强横 这让赤玉简直怀疑人生 这时薛安轻描淡写地拍了拍手 然后淡淡道 现在告诉我 这神目的真正主人在什么地方 否则 你的下场跟这个一样 赤玉浑身一阵 然后惶恐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这神目乃是天君大人亲自给我安装上的 至于这个真正的主人在哪 我也不清楚 薛安静静地看着赤玉 没有说话 在这种沉默的威压之下 是欲浑身冷汗直冒 但还是强自镇定地说道 朋友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可以肯定 不管你要找谁 此人肯定就在离恨天君的手中 而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找天君大人 这提议之中其实包藏了霍心 因为赤玉很清楚 这个白衣少年的锋芒太盛 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为了活命 为惊之计就是先战壁以下 只要他肯上套 那等见到天君大人 就算他再厉害 也得乖乖束手 不得不说 赤玉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可就在这时 薛安却摇了摇头 不必了 我要想见离恨天君很容易 用不着你来带路 赤玉一愣 可是话音未落 薛安摆了摆手 相比那些 杀了你 才是我现在最感兴趣的一件事 赤玉勃然色变 不得不说 他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至少在这一瞬间 便将全身的神力都催动起来 试图作博命一击 可惜 薛安已经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了 就在他身上的气势将发未发之时 薛安身形一闪 整个人瞬间出现在赤玉的前后左右 然后接连轰出四拳 因为速度过快 那在众人眼中就变成了薛安瞬间一化为四 然后齐齐轰出一拳 甚至连全是激起的声音都是那么的一致 赤玉想躲 可直到这时他才惊骇地发现 在薛安的权威之下 自己周遭的环境已经被彻底封锁 根本想跑都跑不掉 无奈之下 他只能凄厉地惨嚎着 小子 你别猖狂 天君大人一定会给我报仇的 薛安淡淡道 放心 他才是最跑不掉的那个 与此同时 就听轰的一声俱响 在这四拳之威的共同作用下 位于中间的赤玉连反抗都做不到 整个身躯便如肉泥一般被彻底轰爆开来 但即便这样 都没有半点血物溢出 因为薛安的权威之强 已经将中间的空间扯出了道道折皱 而这些血物则因为巨大的高压 瞬间化为了虚无 甚至这个赤玉要比刚刚死掉的天狗还要惨 天狗好歹还发出了一声惨叫 这个赤玉却连临死前的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直接便被轰为了虚无 至此 贝离恨天君为以重任 派来此处住房的赤玉神将等人 全军覆没 全长死一般的寂静 谁也没想到事情居然会发展成现在这副模样 这个刚开始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少年 居然仅凭肉身之力便斩灭了赤玉等诸多强者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阵掌声自人群之中传来 然后有一个娇媚的女生满是赞叹地说道 好厉害的体数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啊 第1186张弹笔交易稳赚不赔 听到话音 全场众人齐齐转头 目光全都汇聚到一个人身上 只见他款款走出 脸上满是激赏之色 冲着高空之上傲然而立的薛安唯唯一公身 边缘之城 罪梦 见过大人 没错 来者正是那位二夫人罪梦 而见到他出现 全场亦是一阵压抑不住的哗然 二夫人出场了 他会怎么应对这件事 按理说赤玉乃是天君大人手下的神将 和这位罪梦夫人同属一戏 现在赤玉陨落 这位罪梦夫人理应当为他报仇的 没错 尤其这件事还是发生在边缘之城中 罪梦夫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可他现在的这番态度又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啊 先看着吧 众人正在议论 那位管家渔刃忽然冷冷地看了四周一眼 目光所及之处 所有人就觉得浑身一颤 慌忙低下了头 全都不敢再说话了 这时 薛安低下头腑看着地面上这个娇媚动人的女子 没有说话 这种静默是那么的压抑 足以令一般的强者心神动摇 可这位罪梦夫人却没有丝毫的动容 甚至连嘴角的那一抹笑意都没有变过 见多这一幕 薛安的眼中闪过一抹意味不明的光芒 然后才淡淡道 怎么 你想替这个赤玉报仇 罪梦闻言言嘴一阵娇笑 很好地诠释了何为一笑而百媚声 而后他眼颇流转 风情万种地瞥了薛安一眼 笑着说道 大人真会开玩笑 连吃玉神将都不是您的对手 我区区一个弱女子 又怎敢有那般勇气和您作对呢 这番话听得很多人目瞪口呆 然后满脸惊恶地对视了一眼 全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疑 莫非这位罪梦夫人真的不打算报复了 可他难道就不怕天君大人知道 此事之后怪罪于他吗 就在这种古怪的气氛之下 薛安忽然笑了起来 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弱女子 你说你是弱女子 醉梦脸上的笑容一僵 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在大人面前 我可不就是一名弱女子吗 薛安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 然后整个人瞬间出现在地面之上 用冷然的语气说道 我不喜欢别人说废话 尤其是女人 所以 说重点 这等态度 让醉梦夫人的眼神深处闪过一抹怒涩 但她的涵养功夫可比赤玉强的太多了 至少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的变化 然后抬手一指 一道薄薄的光幕便将四周笼罩起来 将除了薛安之外的人都隔绝在外 薛安没有任何动作 一直冷眼旁观着醉梦的动作 直到光幕成形之后 醉梦才奄然一笑 大人 现在外界听不到我们之间的谈话了 这样我们便能说一些真正想说的话了 薛安不治可否 醉梦接着说道 大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来自华族 而此次来到离恨天 也是为得铲除离恨天君吧 这等话若是被其他人听到 估计全都得傻眼 因为当醉梦提起离恨天君的时候 脸上全是不加掩饰的厌恶 薛安神情微动 然后点了点头 没错 醉梦笑得更加灿烂了 果然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和大人便不是仇敌 相反的 还是盟友了呢 哦 为何这样说 薛安淡淡反问了一句 醉梦用无比愤恨的语气说道 因为我比您更想杀了离恨这的老贼 说吧 他偷偷地看了一下薛安 结果却发现薛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这让醉梦安安咬了咬牙 然后叹道 大人想必也知道了 我乃是离恨天君的二夫人 可这个离恨老贼跟我之间没有任何感情 相反的 他只想着压榨于我 千百年来 我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我等一下 薛安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嗯 醉梦一愣 薛安淡淡道 我没兴趣听你们之间有什么仇怨纠葛 所以说重点 醉梦被薛安的话弄得脸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显然被打乱了分寸 但他能在这边缘之城一里千年 又岂是一鱼之辈 因此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便恢复了平静 然后缓缓道 很简单 我想跟大人合作 一起想办法铲除了这个离恨天君 合作 却安饶有兴致地反问了一句 没错 合作 醉梦一脸肃然地说道 您的实力我亲眼目睹 确实非同一般 可您可能并不清楚 这个离恨天君已经存在了几万年之久 乃是神界之中真正的晴天巨拨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所以若想仅凭您一人 铲除它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如果有我的帮助 那就不一样了 虽然我恨这个离恨天君 但千百年来我一直表现得很是顺从 所以这个离恨天君对我也没有什么提防 只要想办法混到离恨天君身边 你我联手 自然大事可成 说吧 醉梦一脸得意地看着薛安 等待他的点头 在他看来 这件事绝对是十拿九稳的 毕竟 这对薛安没有任何的损失 反而会大大提高他得手的几率 薛安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罪梦 直到两久之后 薛安方才收敛目光 淡淡道 听起来似乎很不错 但可惜 我不感兴趣 罪梦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师生惊呼道 不不感兴趣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薛安居然拒绝了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为什么 薛安笑了笑 为什么 还用我明说吗 你心里怎么打算的 你自己应该最青春吧 醉梦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眼中则闪过一抹寒光 你 薛安淡淡道 你的算盘确实打得不错 和我联手 如果真的将 理恨天君鲲除掉的话 自然加大欢喜 如果不行 那你便立即可以转换嘴脸 将我卖给理恨天君 用来邀功財赏 所以不管从哪的方面来说 你都是稳赚不赔的 可惜 说到这 薛安台起头来 念冷如冰 你真以为 对付一个理恨天君 我还需要你这样的货色来帮忙吗 第1187章神念喜恋罪梦认主 这番话说得极不客气 让罪梦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然后冷笑道 朋友 我承认你的体数确实不错 甚至能仅凭肉身的力量变压制的赤玉等人无法还手 并将其彻底消灭 可你真以为 仅凭这点实力便能铲除离恨天君麻 说到这 罪梦的脸上闪过一抹激疯之色 要知道 离恨天君可是一人压服一介的强横存在 他的强大 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就凭你这点能耐 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炮灰而已 去安静静地听着 没有丝毫的动怒 直到他说完了之后 才淡淡道 说完了吗 说完的话 你是不是也该动手了呢 你 罪梦勃然色变 但很快便恢复了冷静 然后冷恒一生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说着 他的眼中渐渐显出了璀璨神光 而一股强大的神念威压 则出现在他的头顶之上 这威压变幻万千 妙用无穷 令人叹为观止 而罪梦这时则一改刚刚的谦卑 一脸娇横地说道 朋友 我现在再给你个机会 你要是愿意和我合作 我就放过你 如果你不愿意 呵呵 我便将你的神念彻底泯灭 去安抬起头来看着 罪梦头上那气罐苍穹的神念红光 淡淡道 原来是一名神念高手啊 没错 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被人称作罪梦呢 罪梦一脸得意地说道 朋友 你们体数强者虽然肉身强横无匹 但孱弱的神念却是你们最大的弱点 而你现在又在我的地盘之上 可以说你现在的生死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只要我愿意 立马就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所以我奉劝你还是好好思量一下我的提议 否则 哼哼 虽然没有明说后面的意思 可那两声冷恨已经满是威胁之意 缺安却好似没有听到罪梦的威胁一样 而是一直静静看着罪梦头顶那变幻不定的神念威势 直到过了好一会 他才忽然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罪梦神情一变 冷声喝道 缺安垂下目光 冲着罪梦森然一笑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感谢你一下 感谢我 罪梦有些摸不着头脑 缺安点了点头 没错 感谢你提醒了我 什么意思 罪梦神情一朗 然后含声道 少耍花样 现在就给我答复 否则我可要不客气了 缺安呵呵一笑 你刚刚说体数强者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当然是其孱弱的神念啊 罪梦说道 要知道修炼意图本就是如此 鱼和熊掌是很难见得的 你要是喜欢见到的潇洒 那就必然要舍弃扶修的妙用无穷 你要是拥有了体数强者那无比强横的肉身 自然不可能再拥有神念修饰那澎湃浩大的神念 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 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除非真正精彩绝艳的绝顶天才 否则是很难兼顾几大修炼体系的 至于一般的人 能在一条修炼道路上取得成绩就算是不错了 说得很对 缺安点了点头 但还没等罪梦说话 他便接着说道 但谁跟你说 我是体数强者了 嗯 罪梦一愣 他这话什么意思 不是体数强者又是什么 难道还能跟自己一样 是一名神念修饰不成 真是故弄玄虚 想到这 罪梦脸上显出一抹讥讽之色 冷笑道 那你不是体数强者 又是什么呢 缺安笑了笑 而随着他的笑容 就见道道神光自他的眼中浮现 墨地 但见一道浩瀚无比的神念之威冲天而起 甚至搅弄得整片天地都为之震荡不安 罪梦浑身俱震 惊骇欲绝地仰起头来看着这道神念之威 其中所蕴含的浩瀚神威 令他浑身止不住地战斗着 跟这道神威比起来 自己的那道神念简直就像是一轮浩然大日之下的引火一般 根本不足为道 缺安这时用淡然的语气说道 现在 你说我是什么人 罪梦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浑身抖作一团 缺安笑了笑 本来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还有些费脑筋的 但你的话却让提醒了我 离恨天真并未怀疑你 所以只要我跟你一起回去 自然便能顺利地潜入到他的身边了 罪梦满脸惊骇 心中忽然涌现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产生到 你 你想干什么 缺安一笑 别紧张 我不会拿你怎样的 只是借你的身份一用罢了 但为了不让你泄露消息 我的提前将你的神念洗恋一下 洗恋神念 听到四个字 罪梦心中那股不祥预感终于得到了证实 所谓的洗恋神念 便是指神念修饰中的一种残酷法则 当两名神念修饰相遇并产生冲突的话 那么强势一方便可以通过强大的实力 直接将弱势一方的神念强行洗恋 而通过神念洗恋之后 对方便会对其俯首贴耳 言听计从 说白了 就跟强行认主一样 但这样的情况只能发生实力相差悬殊 强者对弱者有碾压般强大优势的情况下 可现在罪梦和薛安之间恰好就符合这个条件 想到这 罪梦已经在无半点刚刚的嚣张气焰 催动全身神念 瞬间化身亿万 便想着通过这种方式混淆薛安 然后借机逃出生天 可惜 这一切都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当他的分身刚刚出现 本体还未动身的时刻 薛安的神念已经汹涌袭来 直接便将罪梦整得围困 而后薛安才淡淡道 别着急 很快就好 说吧 神念侠无上之威 直接碾压而来 不 罪梦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叫 然后便被薛安的神念彻底包裹起来 但见光滑闪烁不停 里面则不时传来什么东西被碾碎的声音 但这个过程很快 不过及格呼吸的光景 就见光滑渐渐沉寂 而后薛安的神念便如潮水般退去 只留下一脸茫然的罪梦站在正中 不过当他看到站于不远处的薛安后 眼中的茫然迅速退去 然后上前一步 毕恭毕敬的躬身失礼 用近乎崇拜的语气说道 罪梦 见过主人 第1188章揭开卫庄于认真冒 薛安点了点头 走吧 是 罪梦连忙硬道 然后一马当先在前引路 离开了这层神念结界 刚才罪梦为了隐瞒自己和薛安之间的谈话 便设置了一层神念结界 将所有的一切跟外界隔绝开来 所以在外人眼中 根本看不到也听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不禁让很多人为之惊异不定 尤其当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还不见薛安和罪梦从里面出来 人群不禁开始微微地骚动起来 二夫人和这个少年在里面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 有人一脸惊恶地说道 谁知道啊 但我估计这个少年的吃大亏了 要知道咱们这位二夫人可是出了名的手腕高超 像这个少年这般涉事未深的年纪 估计几句话就能忽悠的他连北都找不到 乖乖扶手认输 这番话惹得很多人频频点头 作为边缘之城中的土著 他们自然领教过罪梦的手段 因此全都对这位二夫人十分的慰福 觉得这个猜测很有可能成真 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能将是玉神江等人全都铲灭 这个少年也绝非等闲之辈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就被二夫人给忽悠住 但我觉得这个少年估计也是凶多吉少啊 嗯 为何这么说 有人一脸惊诧地问道 呵呵 你们不要看着二夫人外表娇媚动人 就真以为她只是个若女子了 能镇压边缘之城上千年的时光 单凭手腕是做不到的 我曾听人说过 咱们这位二夫人在神念上的修为可算是一等一的高手 这番话让很多人心神一阵 在这边缘之城待了这么久 他们自然也全都有所耳闻 所以我说 这个少年还是太过气盛了 他的体数修为堪称绝顶 可因为体数先天性的缺陷 导致这种修士一旦遇到同级别的神念高手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我估计 现在这个少年估计已经乖乖束手就擒了 这番推论有理有据 引得几乎所有人为之点头 只有那位管家于任有些惊疑地看着那层神念结界 他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但具体哪里不对劲他又说不上来 正在这时 就见神念结界一阵的晃动 而后罪梦夫人便从中走了出来 一见到他出现 全场的议论声瞬间消失无踪 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地看着他 但见他浑身上下没有半点伤痕 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 这让很多人心中一动 看来 事情真如预料的那样 那个少年已经被二夫人给降服了 可就在众人有些惊疑不定之时 但见罪梦走出神念结界之后并未离开 反而公公静静地垂手站立于一旁 似乎在迎接什么重要人物的到来 这一幕弄得很多人为之一愣 这是怎么回事 谁要来了 这个疑问刚从众人心中浮现出来 但见光影晃动 血安脉部从中走了出来 而见到他 罪梦慌忙弯腰扶手 那种恭敬的态度 就跟见到主人的婢女一般 见到这一幕 全场众人的眼睛简直都快要瞪出来了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这个少年没死也就罢了 怎么进去了没一会 二夫人醉梦变态度大变 对其如此恭敬了呢 就在全场注目之下 血安停住脚步 目光环视左右 所过之处 很多人不禁骇然地往后退了半步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少年的目光简直太平静了 平静得让人甚至都有些心慌 这时 血安的目光停留在 站在角落中的一个人身上 淡淡一笑 然后便迈步走了过去 罪梦景随其后 而所过之处 众人无步退避 然后将目光全都对准了 血安走向的那个人 这是一个不管是长相 还是气势都平平无奇的中年男子 但在边缘之城 却没有人敢忽视他的存在 因为他便是罪梦夫人最宠幸的一名手下 同时也是边缘之城中的实权人物 管家于任 实际上刚刚他在看到 血安从神念结界之中走出之时 神情便是一变 而当他看到二夫人罪梦 居然那般恭敬地对待血安之时 双毛的瞳孔更是瞬间收缩为针间大小 可这个人的涵养功夫极深 这一切的变动都发生在转瞬即逝之间 然后便恢复了正常 整个过程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甚至当薛安迈步走向他的时候 他都没有丝毫的动容 这时 薛安走到他的镜前 停住脚步 静静地看着他 面对这种注视 鱼人依然没有任何的惊惧之色 反而深深地一弯腰 用平淡的语气说道 大人有何事吩咐 薛安笑了 笑容之中满是玩味 不得不承认 你卫装的确实不错 卫装 什么意思 这个鱼人卫装什么 众人面面相去 全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疑惑 甚至连罪梦也有些惊疑 唯有鱼人依旧没有过多的反应 只是淡然一笑 请恕小人愚钝 大人的话实在太过深奥 我听不懂 薛安却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说辞 只是淡淡道 我的耐心是很珍贵的 都是聪明人 所以我不希望你用这种肤浅的借口来搪塞我 明白 鱼人脸色为白 但还是强笑道 大人 我实在 薛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谋光见朗 离恨天君派你来的时候 应该交代得很清楚吧 一切以罪梦为主 但你要暗中窥视他的行动 若有任何异样 立即阻止或者上报 亦或是直接铲灭 这番话一出 全场死急 人们都听傻了 尤其是罪梦 更是浑身俱阵 用骇然的目光看向了鱼人 他对这个管家鱼人 可是极为信任的 毕竟 鱼人已经跟了他足足几百年的光景 一直忠心耿耿 从未出过任何插持 而且当时收服这个鱼人的时候 罪梦动用手段将其查了格底调 就是怕他会是派来的奸细 但结果是这个鱼人很清白 没有任何的污点 这也是他对鱼人如此信任的原因之一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鱼人居然会是离恨天君派来监视自己的卧底 第1189章今天一集神念传书 被神念洗脸之后 罪梦对薛安的话言听计从 没有任何的怀疑 但也因此 当他想到自己那些秘密 这个鱼人都知道后 心不禁渐渐地沉了下去 与此同时 这个鱼人低着头轻叹了一声 看来真是小瞧你了 说着 他缓缓抬起头来 没错 我就是天君大人的人 随着话音 鱼人整个人的状态都为之一变 如果说之前的鱼人平平无奇的 好似一块不起眼的石头 那现在便如同拨开了外面的石皮 露出了里面的美誉 气势之盛 就好似出窍的利剑 令人目之悚然 这等转变 看得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光凭这等气势就能看得出 这个鱼人的实力甚至要比罪梦还要强大 至于什么赤玉神将 跟他比起来也不过而耳 这时 鱼人淡淡道 我实在很好奇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是我哪里的卫装露出了马脚吗 薛安淡淡一笑 我刚刚说了 你卫装的确实不错 不然也不可能在几百年的时光 中瞒过专修神念的罪梦 可惜 不管你再怎么卫装 在我面前 也不过一个笑话 说到这 薛安顿了顿 眼中闪过一抹璀璨神光 因为在我面前 一切虚妄 皆为泡影 鱼人闻言一阵的冷笑 你确实很厉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罪梦已经被你洗练了神念了吧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哼 鱼人冷恒一声 转头看向了罪梦 二夫人 我很感激这几百年来你对我的信任 但你不该试图跟天君大人作对的 之前你对天君大人的诸多怨言我可以都当作没听到 可这次的事你们却瞒不过去了 罪梦勃然色变 怒合一声 混账 给我去死 说着 罪梦的神念直扑而来 可鱼人却只是冷恒一声 一道更加强大的神念从他身上透体而出 然后直接对轰在了一起 一声巨响之后 但见罪梦跌跌撞撞地往后退了几步 才算站稳 而鱼人却只是身形微微晃动了一下 持力高下力判 这下 罪梦的面色变得极为难看 不禁看向了薛安 主人 听到这个称呼 众人却没有过多的震惊 因为他们已经被震惊得近乎有些麻木了 谁知道形势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惊天大逆转 一贯老实隐忍的愚人居然是天军大人派来的探子 而强大的二夫人也被这个少年强行洗练了神念 成为了他的仆人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让很多人心里寒气直冒 因为他们有预感 将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将要发生了 与此同时 缺安似笑非笑地看着于刃 淡淡道 怪不得能隐瞒这么久 原来是通过强大的神念凭空构造出一个忠于罪梦的第二人格 而自己的主人格则一阵沉睡起来 这样的话 就算是罪梦也发现不了 我说的对吗 于刃宁笑一声 废话少说 既然你敢跟天军大人作对 那就那命来吧 说着 于刃的身周现出片片刀光 然后如雪花捣卷一般直奔薛安而来 这些刀光都是于刃的神念所化 细是凛冽无双 令人叹为观止 可惜 当这个刀光来到薛安身周之后 便好似烈日之下的雪花 迅疾的消融开来 化为了无形 于刃面色一变 但他也知道薛安绝非易于之辈 因此也没指望着一招便能战胜薛安 只见他眼中闪过一抹玄傲的法印 而后便见一道法印霞带着浑然距离从天而降 静止压向了薛安 骑士之强 虽然直到中途 却已经压得地面轰隆隆往下凹陷出了一个大坑 鱼刃的面色有些发白 浑身也在微微颤抖 这等强悍的招数对他的压力也很大 他必须透支出全身的修为 才能勉强施展出来 但效果却是惊人的 就见这道法印压迫的空间都现出了道道弧形的涟漪 然后往下压落下来 这等威势 就算是惊身不灭的体术强者 也得隐恨当场 可薛安面对这样的惊天一击 却只是笑了笑 有点意思 然后便见他猛然抬起手来 直接以单手托住了这如天塌地线般的强横一击 砰 当手掌和这道法印接触的瞬间 薛安的头发被震得飘荡起来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除此之外 薛安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反倒是全力失为的愚人 因为力道的反正之力 直接被震得大口吐血 倒飞出了几十丈远 鲜血洒落了一地 等他勉强占定身形之后 脸上终于现出了骇然之色 因为他这一己乃是的自理恨天君的真传 全力失为之下 甚至可以绞杀出入大罗的强者 可没想到却被这个少年单手破支 他的实力到底的有多强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唯唯一笑 招数不错 可惜你的实力太差 根本发挥不出来 说着 就见薛安握住这道法印 然后猛然往身旁的地面砸落下来 轰 一声巨响之后 天摇地动 所有围观的人全都被震得东倒西歪 慌忙离地飞去 骇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就见烟尘散去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而薛安副手站于坑边 冲着远处的鱼刃微微一笑 还有什么新鲜的招数 一起用出来吧 我都接了 鱼刃浑身一颤 低头看了看面前的深坑 眼中显出了一抹决然之色 然后摇了摇头 你很厉害 我不是你的对手 鱼刃表现得很有自知之明 因为连天军大人似语的法应都打不倒薛安 靠自己的实力那就更不可能了 但说到这 他却抬起头来 有些嘲弄地看着薛安 要杀要寡随便你 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因为在刚才我就已经将这里的情况以神念传书的形式发送给天军大人了 到时候天军大人绝不会放过你和这个罪梦的 哈哈哈哈 说着鱼刃嚣张地大笑起来 醉梦的面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因为如果真的被离恨天军提前知道了这些 那主人和自己的谋划可就全都落空了 可就在这时薛安也笑了 然后抬起手来 手心之中浮现出一枚小小的神念书印 你说的是这个吗 第一千一百九十张抹除记忆洗练全场 鱼刃的笑声戛然而止 然后如同见了鬼一样盯着薛安手中的神念书印 这这怎么可能 你从哪的来的 鱼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不是这道书印之上有自己的神念印记 他甚至以为这是薛安未造出来的 薛安笑了笑 随手一握便将这道神念书印生生捏爆 然后这才淡淡道 不好意思 从我一进这宴会厅开始 我就已经将周遭天地彻底封锁 任何神念或秘法都无法突破 你这道书印也是一样 鱼刃的眼睛渐渐瞪圆 然后难以置信地吼道 我不相信 在这里恨天中 除了天君大人 根本没人能够封锁天地 是吗 可我就是封锁了 你又能怎样 不幸的话 你可以试试啊 薛安好整以侠地说道 鱼刃一咬牙 强行催动起全部的神念 瞬间转印出上百道书印 然后一挥手 这些书印便往四面八方直飞而去 薛安也没阻拦 甚至抱着胳膊似笑非笑地看着 果然 就在这些书印刚刚飞出墨游几里地远 就见一层无形的屏障陡然现行 直接便将这些书印撞成了粉碎 上百道的爆裂声响成一片 而火光则映照的鱼刃的面色犹如死灰一般 直到这些书印彻底粉碎 薛安才轻笑道 现在 你可相信了 鱼刃浑身一颤 然后用微弱鬼神的目光看着薛安 最终一脸黯然地低下头 色声道 杀了我吧 我认输 杀了你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谁说我要杀你了 鱼刃文言一阵 然后抬起头来满脸茫然地看着薛安 不杀我 他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鱼刃忽然想起了什么 眼中骚然现出骇然之色 你 你 薛安露出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看来你猜出来了 没错 我要将你的神念也强行洗炼掉 毕竟 你要是突然死了的话 那里恨天君可是会起疑心的 鱼刃浑身俱阵 然后眼中现出决然之色 毫不犹豫地便引动修为 准备自爆殉亡 可薛安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就见薛安抬手一指 汹涌的神念瞬间如潮水般涌了过去 然后直接将鱼刃包裹起来 并且在接触的那一瞬间 便将鱼刃的身体和神魂全都冻结起来 让他根本无法动弹 鱼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薛安的神念直扑自己的世海 眼中现出赤裂的绝望之色 但很快 这些光芒便迅速地暗淡下去 薛安颇为赞许地看着这个鱼刃 尽管他是离恨天君的人 但刚刚的所作所为都显示出这个鱼刃颇有骨气 这样的人 就算是敌人也值得尊敬 不过这并不会改变薛安的任何想法 薛安才不会因为一些所谓的欣赏 就改变自己的打算 最终 在大概半盏茶的光景之后 薛安的神念如潮水般退下 只留下一脸茫然的鱼刃站在原地 薛安淡淡道 见了我 还不失礼吗 鱼刃愣了一愣 这才清醒过来 然后躬身失礼 见过主人 这下全场众人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就这么一会的光景 最梦的神念被这个少年洗炼 鱼刃的真实身份被揭穿 而后居然也同样落得被洗炼神念的下场 这一桩桩匪夷所思的事情让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闫妹叔嘴巴张的老大 呆呆地看着薛安的身影 曾几何时 他还认为这个少年只是个普通人 但等到了现在他才发现 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何等的可笑 他的所作所为 都已经超出了闫妹叔的理解范畴 以至于让他的内心忽然生出一种疾疗之感 因为他忽然明白 自己之前的感觉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 以自己的身份 可能连他的影子都触碰不到吧 想到这 闫妹叔低下头 黯然不语 而守着笑天的江巡南 这时候则一脸惊叹的轻声咧喃道 哇 好厉害的人族强者啊 笑天大人 这个人你认识吗 笑天一直沉默不语地看着 直到江巡南问话 他才闷声道 不认识 可他似乎对你很看重啊 而且刚刚我听死去的赤玉说 他还是什么华族中人呢 这个华族你知道是什么吗 华族 笑天念叨着这两个字 眼中突然现出了痛苦之色 好像很熟悉 但我还是想不起来 就在这时 却安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才转过身来看着全场众人 目光所及之处 很多人都心虚地低下了头 却安淡淡一笑 刚刚的事情你们全都看到了吗 所有人心里一紧 而后有那见机得快的慌忙摇头 不不不 大人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也什么都没听到 对对对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也没听到 人群开始鼓噪起来 纷纷表示自己刚刚突然眼瞎耳聋了 所以什么都没看到 却安也没说话 就这么面含笑意静静地看着 直到过了一会 人群的鼓噪声才渐渐地低落下来 最终归于了沉寂 而后却安才淡淡道 你们觉得 我会相信你们的话吗 这声质问让很多人的心跳 都为之加速了半拍 而后才有人强笑道 那大人是什么意思呢 却安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看着说话之人 你说呢 很多人的额头之上直冒冷汗 难道说他还打算将在场的所有目击者全都杀光不成 这个想法让很多人毛骨悚然 就在这时 薛安轻叹一声 行了 你们这样的货色 我也懒得杀你们 这段记忆 我给你们抹去吧 说着 薛安随手一挥 但见无数道神念直接炸裂开来 然后飞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眉心之中 这些人浑身一僵 眼中现出骇然之色 但很快 他们是海之中有关这一段的记忆便全都被强行抹去 当神念回归薛安之身后 在场众人的眼中全都是一脸的茫然 但很快 便全都各自散去了 因为薛安在最后给他们下了一道指令 等回到家后 这些记忆便会彻底消失 到时候 他们甚至不会记得今天来过城主府 第1191章正是夫人机患善渡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都离开了 比如严美书 此刻他正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 薛安冲他点了点头 你不是离恨天的人 所以也就不必抹除你的记忆了 而且你这次不是率领商队而来的麻 那跟罪梦交接完后便赶紧离开此界吧 严美书低下头 眼中现出黯然之色 滴滴道 是 多谢大人 薛安笑了笑 转身便要离开 就在这时 严美书豁然抬头 满眼期盼地说道 大人 那我们以后还能相见吗 薛安顿了顿 头也没回地说道 可能会吧 保重 说吧 薛安便大步离开了 严美书呆呆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眼中满是黯然和彷徨之色 他明白 以薛安的实力 自己之前的打算 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妄想罢了 这时 于任走上前来说道 严姑娘 请跟我来交接吧 等交接完毕之后 请你立即离开离恨天 不可延误 毕竟大人这也是为了你好 严美书略迟疑了下 然后轻声道 我能问一下 他这是要准备对付谁吗 于任摇了摇头 这些事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严美书一争 然后便想到了什么 就觉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莫非 这个想法 让严美书的心变得沉重无比 因为如果他的猜想是真的 那薛安的所作所为简直太大胆了 毕竟 对方可是存在了几万年之久的古神啊 严美书心事重重地跟着鱼刃走了 而薛安则静止走到笑天进前 唯唯一笑 刚刚这场戏 你觉得怎样 小天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你很厉害 可我不明白 你为何要留下我 甚至让我目睹全程 难道你就不怕我报复你吗 报复 薛安哑然失笑 深深地看着小天 现在的你还想不起来你真正的仇敌是谁 但我想 你应该经常在私底下感到疑惑吧 小天面色一变 薛安却好似没有看到一样 继续用淡然的语气说道 疑惑自己的身份 疑惑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甚至疑惑自己脑海之中的那些记忆到底是真是假 而这些 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你 你 小天满脸惊恶地问道 我怎么会知道是吧 薛安笑了笑 其实我现在便可以解开你身上的记忆骤印 但那样的话只会提前惊动他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想知道一切的缘由 那便跟着我一起去见他吧 薛安没有明说这个他是谁 但小天也不是傻瓜 自然明白薛安说的人应该就是离恨天君 不知怎的 本该因此而对薛安产生敌意的他 却忽然觉得很是兴奋 就好似灵魂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跟着他去一样 好 那我便跟你走这一趟 小天沉声说道 薛安笑了笑 随手一挥 并解开了笑天身上的束缚 江巡南赶忙上前 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后 便也先行离开了 薛安看着笑天离去的背影 心叹道 真不知道等你见到你真正的主人之时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这时 罪梦走上前来 公声道 主人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薛安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前方 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那遥远的地平线 看向了遥远不可知之处 直到过了一会 他才收敛目光 回过头来看向了这位罪梦夫人 然后淡淡一笑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 你是离恨天君的二夫人 罪梦点了点头 使得大人 那这么说的话 还有一个代夫人了 听到薛安提起代夫人这三个字 罪梦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然后有些艰难地说道 是 言语中似乎很不愿提起这位代夫人 但薛安却好似很感兴趣一样 笑着说道 他叫什么名字 罪梦愁愁片刻 他 他叫姬患 姬患 薛安轻声呢喃了一句 然后才含笑道 你似乎很怕他 罪梦一争 然后苦笑道 大人 这位姬患乃是离恨天君的正式夫人 身份贵不可言 我虽然执掌这边缘之城 被人尊称一生二夫人 但跟他比起来 还是差得太远 而且 罪梦低下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被派到这边缘之城之后 一代就是上千年的时间 期间从未回去过 因为这位姬患极为善度 他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他的允许 我根本就不能回去 言语中满是牢骚和委屈 却安文言却哈哈一笑 那好 那你便给这位代夫人传一个神念书印过去 就说有重要的事要回去跟他相商 罪梦一愣 玄机便明白了过来 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 罪梦明白 说吧 他转身便下去准备了 却安站在原地 抬起头来看了看辽阔的天空 缓缓地深吸一口气 眼中光滑璀璀 离恨天君 终于轮到你了 在位于离恨天正中的离恨之城中 除了离恨天君所居住的神殿之外 最宏伟壮丽的建筑便是位于城外那座福岛之上的定天宣了 因为这里便是离恨天君的正史夫人 激幻的居住之所 自然富丽堂皇 美不生收 而在此刻 在这定天宣中 激幻正有些无聊地观看着手中的图册 这时 一名中年女子十分恭敬地走了进来 夫人 还没选好麻 激幻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随手将手中的图册扔了出去 没意思 都是一些平常货色 我一个都没看中 除妈妈 你最近提供的货色质量可都有些低哦 中年女子赶忙点头哈腰地说道 是是是 夫人教训的是 我会再好好地替您物色合适的人选的 计划摆了摆手 行啦 你这话我都听了不止一遍了 没有一次能办到的 真是废物 这位除妈妈的脸上显出了喊猪 强笑道 夫人 咱们神界之中能看得过去的青年才俊基本都在这了 要是还不行 那我就只能从神界之外给您找一些可口的鲜肉了 激幻哥哥娇笑了起来 好啊 那就赶紧去办 第1192章一封书印一同前往 是 除妈妈赶紧赶忙应了一声 转身就要离开 回来 激幻突然喊了一声 夫人还有什么吩咐 天君大人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激幻漫不经心地说道 除妈妈赶忙说道 回夫人 天君大人最近正在招待一名贵客 一直没有露过面 贵客 什么贵客 男的女的 激幻接连问道 楚妈妈摇了摇头 听说是男的 至于具体什么身份 那我就不知道了 激幻缓缓靠在椅子上 脸上的神情殷勤不定 直到过了一会才冷笑一声 贵客 呵呵 离恨天乃是神界第一天 还能有什么客人能被他都奉为上宾的 楚妈妈当然不敢答言 实际上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真恨不得连这些话都听不到 行了 你下去吧 激幻窝在椅子上 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楚妈妈如是重负 赶忙身失一礼 并要离去 可就在这时 就见一道滑光突然闯进房间之中 然后直接飞至激幻身前 这等变故让这位楚妈妈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但激幻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的是一封神念书印 果然就见滑光散去 献出了里面的书印 可当看到书印上的印记 激幻便是一皱眉 冷横道 居然是最梦着的小贱人 他给我发书印干什么 说着 激幻抬手一照 这道书印便落到了他的手中 当将外面的书印解开 得亏里面的信息之后 这个激幻不禁就是一愣 因为这道书印之中包含的信息很简单 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但却让激幻一头雾水 这个罪梦想干什么 怎么突然之间要返回离恨之城了 还说有要事要跟自己商量 他能有什么要事 这些疑惑在激幻的脑海之中翻腾 让他的面色也随之阴晴不定 这位楚妈妈连头都不敢抬 只能心惊胆战地站在那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 这位激幻激夫人的喜目无常 直到过了好一会 激幻才冷笑地将手中的书印一把捏爆 楚妈妈 在 这两天咱们的二夫人最梦便要回来了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的 对吗 激幻含笑说道 楚妈妈就觉得心头一紧 慌忙点头道 属下明白 那就下去准备吧 记住 最梦这个贱人要回来的消息 不得透露出去分毫 要是被外界听到了风声 亦或是惊动了天君大人 呵呵 你自己知道后果的 楚妈妈吓得抖一而战 是 是 我现在就去准备 说吧 她慌慌张张 转身便下去准备了 激幻靠在椅子上 随手写出一道神念书印 上面只有一个字 可 然后便将其传送了过去 等做完这一切 激幻的嘴角现出一抹冷笑 要是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要事 而在边缘之城 当最梦收到激幻的回信之后 立马便告知了薛安 大人 这个激幻回复了 他同意我回去了 最梦颇为兴奋地说道 薛安笑着点点头 好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鱼刃在一旁问道 薛安吵了一眼一旁的小天 你觉得呢 小天审声道 我随时都可以 那好 是不宜迟 我们明天便出发 是 众人纷纷纷应道 正在这时 一直站在小天身旁的江巡南忽然却声声地说道 大人 我 我能跟着一起去吗 小天面色一变 巡南 你胡闹什么 这可不是去游玩 江巡南却不畏所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薛安 薛安看着这个女子 唯唯一笑 你打算跟着去 江巡南点了点头 一脸肃然地说道 是 那你要想清楚了 这件事可是很危险的 到时候可能连我都无法顾忌到你 江巡南转头看着一脸担忧的小天 然后笑了笑 我不用你们任何人照顾 我只是想陪着他去找回他失去的东西 小天被江巡南的话说得愣住了 大为感动的宁南道 巡 巡南 薛安哈哈大笑 好 既然如此 那你便也一起跟着吧 薛安和醉梦等人离开的消息 整个边缘之城都不知道 实际上现在的边缘之城 正处在一种诡异的瓶颈之中 那天目睹了全城的人 已经全都被薛安强行抹除了记忆 自然察觉不出任何不妥 至于那些没趣的 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在这种气氛之下 还是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因此他们的离去 没有激起任何的波澜 这离恨天作为神界第一天 其面积之广袤自然非同反响 就是以薛安的速度 从边缘之城赶往位于正中的离恨城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这一路之上 他们还经过了层层关卡 这些都是离恨天军特意设下的防御阵型 不为阻敌 只是为了能提前获知敌人的消息 只要有一层关卡侦测出问题 离恨天军都能在第一时间知道 并做好防范 这个策略不可谓不高明 可离恨天军万万没想到 居然会有人通过洗练自己夫人神念 让其成为他人助力的方式来蒙混过关 实际上薛安他们这一路走来 没有任何一层关卡敢于阻拦 毕竟 罪梦的气息可是明摆着的 尽管他的权势远不及待夫人机患 可毕竟也是离恨天军的二夫人 这样的存在 这些座手下的怎么感得罪 所以这一路他们没有遭遇任何波折 很顺畅地便穿越了层层关卡 终于 离恨城已经遥遥在望 众人停住脚步 静静地看着这座无比壮丽辉弘的城池 罪梦走到薛安静前 抬手指着那座漂浮于高空之上的宏伟建筑 轻声说道 大人 那便是戴夫人机患所居住的定天轩了 薛安抬头凝望了片刻 然后展颜一笑 走吧 去会一会这位机夫人 说吧 薛安一马当先 静止飞向了这座定天轩 与此同时 正在闭目假眉的机患末地睁开了双眸 一张狐媚艳丽的脸上闪过一抹冷笑 来得倒是挺快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张明争暗斗渐生贪念 想到这 机患审声道 楚妈妈 一声令下 这位楚妈妈慌忙跑了进来 夫人 有什么吩咐 最梦娜的贱人已经来了 你去门外迎接一下吧 是 楚妈妈转身刚要走 按着 楚妈妈一愣 夫人 怎么了 机患脸上神情变幻 最终一咬牙 站起身来缓缓道 算了 还是我去吧 传令下去 让所有的下人们都盛装出行 我要让这个贱人明白明白 谁才是真正的代夫人 别以为自己执掌了几天边缘之城 便可以邀五贺六了 明白 这时 最梦一行人也已经来到了定天宣的门前 不过这里大门紧闭 连葛看门的都没有 于任有些惊讶 不禁低声问道 二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这位代夫人不知道我们来吗 最梦文言苦笑了一下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要来 我觉得他这就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吧 毕竟这个机患什么事都做得出 那我们怎么办 于任有些惊愕 罪梦转头看向了薛安 大人 我们 话还没说完 薛安忽然一摆手 是以罪梦净声 然后才笑着说道 已经来了 来了 什么来了 罪梦刚然一愣 就见紧闭的大门轰然打开 然后从中 鱼罐走出两对衣着光鲜的婢女 吓人 这些人出来之后分立两旁 垂手站立 似在迎接什么重要的人物到来 紧接着 便传来了一股扑鼻一箱 而后便听一阵娇笑之声传来 哟 这不是我那罪梦妹妹吗 随着话音 但见一只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出门来 而在队伍之前 赫然是一名衣着极为光鲜 乃至于流光一彩 让人不敢直视的立庄佳人 只见她眼颇流转 冲着罪梦便是一阵的娇笑 泽泽 罪梦妹妹 千年不见 你怎么这般成熟了呢 是那边缘之城太过苦极麻 这番话说得极为刻薄 俨然是在譏讽罪梦变老了 因此罪梦在听到这番话后 眼中不禁闪过一抹隐晦的怒涩 但旋即 这些神色便消失不见 然后上前一步 躬身失礼 罪梦 见过机患姐姐 机患冷笑一声 心中却极为受用 她很享受这种感觉 她自然知道 罪梦对自己很是不满 可因为身份的缘故 她就算是在如何的恨自己 也得乖乖地冲自己失礼 喊一声姐姐 这种高高在上 令人无法反抗的感觉 是机患最为喜欢的 因此她笑得很是开心 哎呀 你我姐妹何必如此客气呢 说着 她眼颇流转 打亮着罪梦身后的这些人 本来她并未太过在意 认为这些人无非就是罪梦的手下 可当她看到站在一旁的薛安后 浑身围震 然后便愣在了原地 此刻的薛安 依旧穿着她平时经常穿的那件白衣 白衣胜雪尖 衬托得她本人宛若雪中轻松 长身玉力 气度不凡 而在往脸上看 一对剑梅之下是一双深邃如大海般的双眸 这双眸子好似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一样 济幻便觉得 自己虽然只是看了一眼 但整个人却情不自禁地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 济幻身为神界最顶尖的离恨天君的夫人 却幸好余色 尤其喜欢那些年纪不大的少年 因为她的身份和地位 所以见识过无数精彩绝艳之辈 但直到见到薛安 激幻才忽然觉得 跟面前这个白衣少年比起来 之前那些所谓的精彩绝艳之辈 全都成为了碌碌凡夫 简直不值一提 这种来自灵魂层面的震撼 让激幻呆愣在原地 足足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这下 全场也不禁沉默下来 醉梦偷偷看了一眼激幻 她自然知道这位代夫人是个神默德性 心中不禁冷笑连连 至于跟在激幻身后的楚妈妈 自然更明白自己这位夫人的心意 但这般失态实在有些不雅 因此她不禁倾咳了一声 心声提醒道 夫人 二夫人远落而来 想必十分疲累了 不如请进去休息一下吧 这番话终于将陷入迷醉状态的机患唤醒过来 她也惊绝了自己刚刚的失态 不禁有些尴尬的咳嗽一声 然后点了点头 说得没错 快请进来吧 说着 她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这才不舍地转过身来 在前引领而去 土妈妈这时候冲着醉梦一点头 二夫人 请吧 薛安众人便在后跟随着走进了这座定天轩 直到进来之后 才能得窥这座定天轩的宏伟和广大 甚至里面已经自成了一方天地 种种美景更是美不生收 不过醉梦显然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 她悄悄走到薛安静前 心声说道 大人 这个机患可不是个异于之辈 而且极为贪婪好色 从她刚刚看您的表情来看 显然已经对您动了心 您看醉梦最后有些犹疑 因为她也不清楚薛安是如何打算的 她生怕薛安在因为这件事而暴怒 结果失了分寸 乱了计划 可没想到薛安对此却只是一笑 这个机患长得倒是不错 说完这句话 她便昂首往前走去 留下醉梦一脸蒙逼得站在那 什么意思 莫非大人也对这个机患动心了 没准真有这个可能啊 毕竟机患的相貌可是一等一的角色 而且主动送上门的东西 哪个男人不喜欢 想到这 醉梦心中不禁有些苦笑 怕只怕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啊 毕竟 这个机患可是出了名的吃人不吐骨头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精彩绝艳的少年 死在了他手中 但愿大人 能保持清醒吧 醉梦心事重重地跟随在队伍后面 走进了一座会客厅中 这里面的布置之豪华字不必说 而等众人落座 刚喝了一口茶之后 机患便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醉梦妹妹 这位小哥看着倒是有些面生 不知道是你什么人呢 醉梦迟疑了一下 刚要说话 一旁的薛安放下手中的茶杯 冲着这位机患唯唯一笑 他是我的师父 第1194张横刀夺爱 醉梦收的弟子了 泽泽 收这样一个秀色可参的男弟子 这个醉梦显然也不像传言中那般的手伸如玉麻 而薛安那一抹略带青色的笑容更是让机患心潮澎湃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 再加上薛安的身份乃是醉梦的弟子 这更让机患有了一种横刀夺爱的快感 他有一个古怪的癖好 越是别人的东西 他就越是喜欢抢过来 因此他脸上的笑意更盛 原来是醉梦妹妹的弟子啊 这样论起来的话 你还应该叫我一生大师娘呢 薛安笑了笑 然后低下了头 似乎有些害羞了一样 这下不但是醉梦 就连孝天以及渔刃等人都有些傻眼了 他们的脑袋里全都装满了问号 大人这是要干什么 可机患却兴奋的脸上都染上了红韵 如果不是顾忌到在场的人太多 他真恨不得现在就扑上去将这个小鲜肉吃进嘴里 越是这样想 机患便越是心痒难耐 不禁偷偷冲着楚妈妈使了个眼色 这位楚妈妈是跟随机患多年的老人 自然心领神会 因此便上前一步笑道 二夫人 你们远道而来 想必都很累了吧 不如先下去休息一下 醉梦以及渔刃等人还没反应过来 薛安点了点头 说得没错 我倒是有些累了 不如我先下去休息一下吧 说着便要起身告辞 楚妈妈眼前一亮 然后便热情地说道 既然如此 公子请跟我来 说着便在前引路 领着薛安往外走去 在临走之前 薛安不动神色地看了醉梦等人一眼 唯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然后方才昂首而去 醉梦等人心中一阵 忽然明白了什么 不禁全都闭上了嘴巴不再说话 而见到薛安跟着楚妈妈走了 机患的心里不禁更是兴奋 等过了一会 当见到楚妈妈回到会客厅 并冲着自己悄悄使了个眼色后 机患便有些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 故作焦急地说道 哎呀 忽然想起有件急事没做 楚妈妈 属下在 李仙在此陪着醉梦妹妹他们说说话 我去去就回 是 机患冲着醉梦一笑 醉梦妹妹 你们先在此等我一会哦 醉梦眼中闪过一抹古怪之色 但很快便恢复了满脸的笑容 好的 机患姐姐有事尽管去忙 我等正好在此休息一会 机患喜滋滋地离开了会客厅 而等到她走了 楚妈妈便满脸笑意地在此陪着醉梦等人东扯西扯 可她根本没有注意到 醉梦以及鱼刃等人眼中的那一抹古怪神色 就好似是 幸灾乐祸一样 与此同时 却安坐在那个楚妈妈给她特意安排的房间之中 这房间可谓富丽堂皇至极 甚至连桌椅板凳都是用无瑕美玉雕琢而成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屋中的那张大床 整张床甚至的有一间屋子那么大 其中雕梁化洞自不必说 关键是还散发着一股暧昧的暖香之气 病历稍差之人闻了遍的心愿意马 不能自持 但薛安却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坐在桌前 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终于 当她听到从门外传来的脚步声后 嘴角不禁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这时 房门被无声无息地推了开来 不知道何时已经换了一身装扮的机患款步走了进来 这时的机患跟刚刚已经截然不同 如果说刚刚的机患是一名盛装的贵妇人的话 那现在的她 就跟一名深夜入宅的女妖一般 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而当她见到坐在桌前的薛安之后 不禁便是一愣 要知道往常见过的那些男子 往往进了这房间之后便丧失了理智 有些甚至不等自己进来 便已经躺在床上沉醉与温柔相中不能自拔了 可没想到这个白衣少年却如此的冷静 坐在那的时候甚至给了机患一种孤寂的感觉 但很快机患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她爱死这种感觉了 她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听到这个白衣少年在自己的控制下发出的痛苦呻吟声 因此她缓缓走了过去 然后故作惊讶地说道 公子 你怎会出现在我的房间之中呢 声音清朗 却带着无尽的魅惑 薛安抬起头来 静静地看了这个机患一眼 然后才笑了笑 你的房间 离着这么近 机患甚至能闻到从薛安身上传来的那股淡淡清香 这让她心潮澎湃 简直不能自持 因此痴痴地笑了起来 没错 这确实是我的房间 那我确实不知道 是刚刚那个妈妈带我来这的 既然是夫人的房间 那我离开便是 说着 薛安起身便要走 可机患怎么肯舍得到嘴的肥肉飞走 因此娇笑着一个闪身便拦住了薛安的去路 怎么 来了我的房间是想图谋不轨吧 结果就打算这么轻描淡写地走了 机患笑嘻嘻地说道 眼中的贪婪简直恨不得将薛安一口吞了下去 薛安微微扬了扬眉 似笑非笑地说道 那以夫人之见呢 当然是 从了我啊 说着 这个机患便满脸迷醉地扑了过来 可迎接她的 并非温暖的怀抱 相反的 却扑了一个空 这让机患心中一愣 就在这时在她的耳边传来了薛安那清冷的声音 很抱歉 我从不了你 机患浑身一阵 与此同时 就见一只线长的手伸了过来 在肩不容发的时间里一直点在了她的眉心之上 机患浑身俱阵 然后便呆立在原地 再也无法动弹 而后就见薛安动作不停 眼中光芒一闪 虚空探手 直接从机患的身上抓出了一枚极为古怪的符印 当薛安以神念将这枚符印层层包裹起来 确定再不会跟外界产生接触后 方才微微松了口气 她并非怕这个机患 但她很清楚 这个机患身上绝对有离恨天君种下的探听符印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她必须这么做 而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才抬起头来冲着眼中满是惊骇之色的机患微微一笑 你好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薛安 第1195章字头罗王审问机患 这个机患尽管身体无法动弹 但言语和思维都是正常的 只见她满脸正恶地看着薛安 直到过了一会 方才渐渐恢复了清醒 然后面色铁青 喊声道 你想干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身份吗 现在放了我 我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薛安笑了笑 行了 这种场面话就不用跟我说了 我既然抓你 自然知道你的身份 机患面色一变 玄机像是明白了什么 沐声道 是嘴梦娜的贱人对不对 肯定是她暗中指使你来动手 这个贱人 等我出去后 我一定要杀了她 直到现在 这个机患还以为薛安是罪梦的人 薛安自然也懒得在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上去跟这个机患解释 他只是淡淡道 废话少说 现在我问你答 如果敢隐瞒 我想你应该知道神念修师的手段 机患心中愤愤 像他身份何等尊贵 平素更是养尊处优 别说顶撞了 一般人甚至都不敢抬头看他一眼 可没想到今天却落入了薛安手中 并且听着语气 就跟训斥犯人一样 所以他心中自然满是不服气 可薛安有一个好习惯 那就是从来不会灌着别人的臭毛病 因此在没有听到机患的回应后 他仰手便是一记耳光 啪 这一声脆响震的桌子上的茶盏都在战动 机患更是直接被扇飞出十几丈远 直接摔落在了那张大床之上 砸得床板都发出了一声巨响 在门外负责看守的几名病女 听到这些声响后不禁互相看了看 然后全都露出了一丝会议的笑容 因为这声音他们简直太熟悉了 看来夫人应该已经得手了 不过今天夫人玩得似乎有点大啊 平时不是到最后才开始施虐的麻 怎么今天上来就听到了耳光声呢 尽管心中疑惑 但这些婢女却全都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 因为机患的醒目无常可是出了名的 要是不小心扰了她的兴致 那简直必死无疑 不过这些婢女们根本没有想到 她们眼中这位贵不可言的代夫人 此刻正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口鼻流血 脸颊肿起老高 然后用惊恐的目光看看款款走到床边的薛安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薛安居然真敢下手打自己 而且还打得这么狠 脸上的伤让机患的嚣张气焰变得收敛了许多 至少在看薛安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种遗址气使 薛安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看来我们已经达成了合作的第一步 现在我问你答 你可明白 是 是 机患强自镇定地说道 离恨天君是你什么人 我 我夫君 既然是夫君 那为什么不在一起住 薛安忽然问道 提到这件事 机患的脸上闪过一抹尴尬之色 我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时间久了 他对我感到厌烦了吧 毕竟男人嘛 都是这样 话里话外还吐槽了一下男人 然后他便偷偷地看向薛安 机患也不明白这个白衣少年问这些是打算干什么 而且按理说自己被打了一巴掌应该恨死他才对 可出奇的是 机患居然觉得自己一点也恨不起来 甚至还隐隐地有一种兴奋和期待 这样的感觉让机患浑身都在微微战斗 连带着看向薛安的眼神都变得暧昧起来 薛安却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在不惊动离恨天君的情况下救出被困的华族神灵 所以他才会如此大费周章地从机患这边下手 甚至他都没对机患动用神念之术 因为跟罪梦不同 这个机患毕竟是离恨天君名义上的正是夫人 又在这离恨成中 如果自己强行动用神念之法洗练或者窃取他的记忆 那极有可能便会惊动离恨天君 那样的话可就前功尽弃了 为惊之计便只能用话来从这个机患的嘴里套出更多的讯息了 想到这 薛安淡淡道 那你可知道这里恨天君现在在做什么 机患文言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忙什么 别看我名义上是他的夫人 可在他的眼中我可能也就比女仆强那么一点罢了 贵为天君 他做什么也不用争得我的同意 不过机患说到这顿了顿冲着薛安内惑一笑 我倒是听说他最近正在招待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客 现在根本无暇顾忌其他呢 远道而来的贵客 薛安唯唯一睁 眼中光芒闪烁 你可知是什么人 不好意思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哎呀 这样直挺挺的躺着真的好难受呢 不如我们俩做个交易 你放开我身上的束缚 我向你保证绝不会逃跑 你看怎样 机患巧笑倩兮地说道 此刻他被扇肿的脸已经恢复原貌 唯有嘴角血迹犹存 但这反而给他增添了一股独特的魅惑 搭配上脸上的灿烂笑容 足以让病力稍弱的男人瞬间沦陷 可惜他遇到的是薛安 只见薛安唯唯一皱眉 丝毫不为他的魅惑所动 反而缓缓抬起了另外一只手 淡淡道 不怎么样 而且我刚刚说了 我问你答 所以如果下次再让我发现你说一些没用的废话 小心你另一边的脸蛋 听到薛安的回应 机患也不惊一愣 生平第一次 他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 要知道以往自己不管干什么 面对何等的英雄豪杰 往往只要几句话或者几个笑容 便能让其败倒在自己的石流群下 甚至连当初的离恨天君 都为自己所魅惑 这也是机患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些伎俩在这个白衣少年面前 居然全都失效了 莫非是自己年老色衰 魅力下降了 不 怎么可能 我现在可是正值华年 肯定是这个少年有问题 机患心中开始胡思乱想 与此同时 薛安淡淡道 现在我问你 你可知被离恨天君抓起来的华族神灵 现在被关在何处 第1196章那些过往神域钥匙 听到薛安的话 机患如遭雷疾 这才明白这个少年到底想要干什么 不禁悍然说道 华族 你居然是华族中人 薛安一见机患的反应便知道有戏 因为越是如此 便越是说明这个机患知道华族的存在 这让薛安信心大增 点了点头道 没错 我确实是华族中人 你既然知道华族 那想必也应该知道那些华族神灵被关在什么地方吧 机患愣愣地看着薛安 直到过了好一会 方才苦笑着说道 没错 我确实知道华族 而且不瞒你说 当年我还曾亲眼目睹过被抓起来的那些华族神灵 闻听此言 薛安眼中神光大上 急切问道 那他们现在何处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是 机患应了一声 然后脸上的神色变得很古怪 眼中也现出了既尊敬又畏惧的神色 当年我刚刚嫁给离恨天君 正是得宠之时 有一次我曾陪着他喝了整整三天三夜的酒 最终喝得他酩酊大醉 然后兴致大喜 便领着我去了一个被称作 神域的地方 神域 薛安轻声咪喃道 没错 就是神域 说到这 机患的眼中现出恐惧之色 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 当时神域的地面之上到处都是犬牙交错的巨大时级 而在那时级之上 则用铁链束缚着无数身形高大的神灵 这些神灵 有的已然死去 但有的却还活着 但即便是活着 这些神灵也已奄奄一席 因为 因为什么 薛安一直静静地听着 直到这时候才迫不及待地问道 因为我看到有无数的毒虫正在啃视这些神灵的躯体 当一尊华族神灵陨落之后 这些毒虫便会一阵地涌动 然后变换出一尊礼恨天的神灵 说到这 激焕停住了 不是因为他不想说 而是因为实在说不下去了 就见一股极为凛冽的杀意将薛安的深舟彻底笼罩 乃至于将激焕的身躯都给冻僵了 激焕不禁慌慌喊道 大人 大人饶命 这时候的他也不敢如刚刚那般调笑了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个白亿少年既然是为华族而来 那便绝无任何回转的余地 因为离恨天君和华族之间的血仇是根本解不开的 在听到激焕的求饶之后 薛安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吐出 直到这一个呼吸完成 他身上的杀意才随之消失不见 然后淡淡道 继续说下去 激焕战战兢兢地说道 可即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华族神灵 却没有一个屈服的 甚至在离恨天君寻游的时候 有一尊无比高大的巨人突然从地面冲起 想要给离恨天君致命一击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在离恨天君面前 这个巨人的反攻自然是失败了 结果整个身躯都被炸成了森森白骨 当时离恨天君便狂笑道 这些华族神灵就是这么的死心眼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 然后呢 薛安淡淡道 平静地似乎在听一件唯不足道的小事 然后 激焕有些艰难地接着说道 然后我又跟随着离恨天君进了最深层的神域 然后见到了一名生友三墓地少年 薛安眼前一亮 但却没有说话 可激焕却有些不敢说下去了 不禁偷偷地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一咬牙 方才接着往下说道 当时这个离恨天君劝说这个三墓神将投降 可三墓神将却根本没有说话 这种无言的沉默最终让离恨天君暴怒 然后 然后他便生生将这三墓神将的那道树木挖了出来 砰 激焕身下这张坚固无比的大床 在一声清响之后瞬间化胃了鸡粉 虽然床垫还是完好无损的 但激焕还是跌落余地 不禁禁叫了一声 可薛安依然生冷如冰地说道 说下去 是 是 当时 当时这个离恨天君在做这等血腥残忍之事的时候 这三墓神将就一直静静地看着 连身躯都没有颤动一下 甚至在他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嘲弄之色 这让离恨天君很是恼火 但最终却也无计可施 便领着我离开了 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跟着离恨天君去网神域 等到第二天他酒醒之后曾严令于我 让我不得泄露所见到的一切 后面 我们便逐渐地分居了 所以之后的事 我就不清楚了 计划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完了 然后偷偷地看着薛安 想看看这位华族少年会做何反应 就见薛安面沉似水 眼中光芒闪烁 直到过了好一会 他才轻声道 从你那次去神域到现在 已经过去多久了 1831年 机患轻声说道 薛安浑身一颤 然后点了点头 好 我知道了 你既然去过神域 那自然知道这神域在什么地方吧 要怎么才能进入 机患苦笑着说道 这神域的所在处并不特殊 入口就在离恨城中的神殿之下 可问题是要想进入那里 必须要得到一个指路灯笼 指路灯笼 薛安一皱眉 没错 那神域是个很奇特的地方 那里算是神界跟诸天万界之间的一个空间下系 其中纵横交错有无数的空间裂缝 极为凶险 这指路灯笼便是指引着你走向神域的 没有它 你将彻底迷失在空间迷宫之中 一辈子都别想走出来 说白了 那灯笼就好似神域的钥匙一样 那要怎样才能获得这个灯笼 听到薛安的话 激焕苦笑了一下 没用的 这个离恨天君谁都不相信 唯一的一个指路灯笼就在他身上 被他随身攜带着 薛安听完之后 低头沉默不语 激焕有些心惊胆战的等着 生怕这的白衣少年在因为懊恼而杀了自己 可过了一会之后 薛安突然抬起头来 冲着激焕淡淡道 灯笼的是我自己解决 现在我问你 你有把握在不惊动离恨天君的情况下 进入神域麻 第1197章三天之后准备动手 这 激焕面线迟疑之色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随手一挥 一道剑芒骚然闪过 直接飞入了激焕的眉心之中 激焕就觉得自己的额头一凉 但除此之外却无任何的异样 于是便愣住了 薛安淡淡道 现在你的是海之中已经多了一道剑芒 只要我下令或者你有其他的邪念 那么下一秒你的脑袋和你的神魂便会一起炸开花 到时候就是圣人也救不了你 所以我希望你在说话之前 最好想清楚 闻听此言 激焕脸上满是惶恐欲绝之色 然后方才明白过来 冲着薛安忙不迭地点头道 明白明白 这件事虽然有点难度 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 很好 说吧 薛安眼中光芒一闪 激焕就觉得自己身体上的束缚瞬间消失 整个人一下子就瘫软在了床垫之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薛安不动神色地往后推了几步 静静地看着 直到足足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这激焕才算喘云了气息 然后翻身作喜 满脸恍然地冲着薛安失礼道 见过大人 薛安摆了摆手 不用了 李觉得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动身去往神域 激焕皱着眉头盘算了片刻 最终一脸缩然地说道 大人 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 得先打探一下消息 我觉得至少也得三天时间 那好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但你要记住 如果有任何不轨之念 薛安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满是凛冽杀意地笑了起来 激焕浑身一颤 金黄道 不敢不敢 大人请放心 我知道孰亲孰众 薛安点了点头 那就好 走吧 说着薛安转身便要离开 激焕赶忙在后相随 但等到了房门之前 薛安忽然停住了脚步 然后侧身让开道路 淡淡道 你在前面吧 记得要跟平时一样 不要露出任何的马脚 是 激焕自然明白薛安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怀疑 毕竟以激焕的性格 怎么能容忍其他人走在自己前面的 这让激焕不禁暗自佩服薛安的心细如发 然后手搭在房门把手之上 深吸一口气 整理了下心情 脸上重新换上那种目中无人的嚣张神色 这才推门昂然而出 门外走廊之上便是躬身而立 等候传唤的婢女们 当见到激焕走出来后 这些婢女们慌忙弯下腰 齐齐身失意里 见过夫人 激焕却连看都没看这些人一眼 满脸骄横的便往前走去 而后薛安也跟着走了出来 当听到她的脚步身后 很多婢女们不禁偷偷地瞥了薛安一眼 当见到一身白衣的薛安后 这些婢女们也不禁为之一阵 但很快 这些人的眼神便全都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尤其当看到薛安紧随在激焕身后走远之后 更是满脸的暧昧之色 正在这时 走在前面的激焕猛地停住了脚步 头也不回地吩咐道 记得将屋子收拾一下 还有 那张床也得给我扔出去 说吧 这才大步而去 只留下这些婢女们一脸蒙逼地站在远处 面面相去 什么意思 怎么还要将床给扔出去呢 夫人她平时不是最喜欢这张床的吗 这些婢女们心中盘算着 然后便走进了房间之中 房间里很整洁 并无多少可以收拾的地方 但这些婢女们却全都傻了 因为之前站住了整整半个房间面积的大床 居然消失了 确切地说 应该是化为了满地粉末 只剩下一张完好无损的床垫留在了地上 这些婢女们呆呆地看着 直到过了好一会 才听有一人用近乎呻吟的语气说道 天哪 这得玩得有多猛啊 连床都给震成粉末了 而另外一名婢女则一脸赞叹地说道 刚刚那个白衣少年看起来挺瘦弱 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啊 语气中似乎满是艳羡 而剩下的众多婢女们一时深以为然 很快 这件事便随着这些婢女之口迅速传遍了整个丁天轩 很多下人们津津乐道 添油加醋地转述着 给这件事蒙上了更多的暧昧之色 这些事 薛安自然不知道 实际上他就是知道了 也懒得去理会 他此刻的心思 全都放在了如何进入神域这件事上 甚至都没有理会回到艳客厅时 那些看向自己的暧昧或者古怪目光 实际上在他回来之前 这宴客厅中 楚妈妈一直陪着罪梦等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但很快 彼此便陷入了沉默之中 罪梦等人心事重重地喝着茶 都在担心薛安的安危 楚妈妈则老神在在 并未将此当回事 可她也想不到机患会回来得这么快 按照以往的经验 最少也得到天黑的十分啊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不满意 可看着神情似乎也不像是不满意的啊 楚妈妈满脸的惊诧 而罪梦还有余刃等人在看到薛安之后 不经其其长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样 薛安安然无恙就好 等到薛安回到座位之上 就见机患冲着罪梦一笑 罪梦妹妹 今天我也有点乏了 咱们就全都下去休息吧 有什么事 明天咱们再一起聊 好吗 罪梦自然没有意见 点头应道 一切全凭姐姐吩咐 机患笑了笑 然后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这才转过头来吩咐道 楚妈妈 罪梦妹妹还有诸位客人就交给你安排了 楚妈妈慌忙点头 是 机患离开了 而后楚妈妈引领着罪梦等人下去 给他们安排好房间之后 这才离开 等到这些人全都走了 罪梦不离有些迫不及待的问道 大人 到底怎么样了 这个机患 薛安这时正在喝茶 听到罪梦的问话 便将手中的茶杯放下 淡淡一笑 他现在已经不敢不听话了 听到薛安这么说 罪梦和于任等人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骇 他们都不明白 薛安仅仅去了这么一会 是怎么将这位大夫人机患给降服的 而一直没有吭声的江巡男则忽然问道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薛安局起杯来 轻轻饮了一口茶 然后淡淡道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一切自然间分晓 第198章灭族之仇王种之恨 与此同时 在机患的房间之中 楚妈妈垂手而立 机患静静地坐在那 神情变幻不定 直到过了好一会 他才审声道 最近天君大人 可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楚妈妈摇了摇头 回夫人 天君大人跟那位客人 一直在神国之中密谈 从未出来过 计划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才点了点头 好 派人盯着天君大人 若有什么新的动向 立刻报告我知 是 楚妈妈不敢违抗 慌忙点头道 但他的心中却生起了一丝疑惑 怎么夫人和那少年 见了一面之后就变得怪怪的 他这是怎么了 还有 机患咬了咬牙 罪梦那边也要加强监视 但除此之外 不要让任何人 与他们接触 尤其是 那个白衣少年 楚妈妈愣了愣 然后点头硬道 明白 下去吧 我累了 要歇息一下 机患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 土妈妈会心一笑 躬身退下 机患靠在椅子上 双目无神地盯着天花板 脸上不时闪过懊恼和悔恨之色 现在的他 简直恨死带着薛安来的罪梦了 本以为会是一场欢愉 结果却将自己给搭进去了 一想到自己将被拖进 华族和离恨天君之间的恩怨之中 机患的心都为之经济起来 可那不是一般的仇怨啊 灭族之仇 王种之恨 随便哪一个挑出来 都足以令人心惊胆战 可自己现在就是想抽身而出 也不可能了 想到这 机患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闭上眼睛开始用神念 便查自己的身体和是海 身体一切正常 可在是海深处 却赫然矗立着一柄长剑 这柄长剑连一丝见光都没有 就静静地漂浮在那 甚至若不是刻意感知的话 都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 可当机患试探性地分出一丝神念 想要触碰这柄长剑的时候 就渐渐光一闪 分出的这丝神念瞬间便被斩灭 机患闷恨一声 脸上现出痛楚之色 而一颗星则彻底地陷入了绝望之中 他很清楚 这就是薛安给自己肿下的剑印 而且如他所说 若是自己胆敢不从 那等待自己的便将是生死盗消的结局 四寸两酒之后 机患悠悠一探 然后款款起身 往外行去 不管如何 还是想完成自己的承诺吧 否则 自己的小命可就珍保不住了 就在机患开始绞尽脑汁的筹划 如何在不惊动离恨天君的情况下进入神域之时 在福宝小楼之中 小天河将寻南正一脸恶然地看着面前这方奇异的天地 薛安在一旁笑道 这是我随身攜带的一方世界 说着 就见两个小丫头飞奔而来 欢呼着冲进了薛安的怀中 然后一人一边 抱着薛安的脸但轻格不停 直到亲热了好一会 想想才注意到了一旁的小天河江寻南 不禁有些惊诧地问道 爸爸 这两个叔叔阿姨是谁啊 对啊对啊 这两个叔叔阿姨好像不是人类哦 念念也有些奇怪地问道 正说着 警理球球突然从念念的怀中钻了出来 静止飞到了小天身旁 绕着他便开始盘旋起来 甚至还用尾巴扇动着小天的肩膀 撞击轻腻 这让小天也有些惊诧 但不知怎的 他也觉得这条警理身上的气息十分熟悉 不禁抬起手来轻轻地抚摸了球球一下 球球发出了一声欢喜的叫喊 然后便用鱼头在小天的手指上磨蹭着 这一幕也让随后赶来的安颜以及胡鹰等人看到了 不禁全都有些惊愕 因为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这条由神文所画的警理球球什么性格 众人都已经十分清楚 可以说 这个球球评速是十分傲娇的 除了想想念念这两个小丫头以及安颜之外 他甚至连胡鹰的账都不买 更不要说一个外人了 可没想到却会对孝天如此的亲密 在场之中唯有薛安明白什么原因 不禁暗叹了一声 这球球本是神文所画 而这道神文又是于神伐之海中的众神陨落之地之中生成的 可以说 在他身上凝聚了无数层跟华族并肩作战的神灵的气息 因此当看到孝天之后 他本能的便会感到清静 这时胡鹰上下打量了孝天和江巡南两眼 然后笑道 居然是两条盲族 还真是稀奇呢 胡仙姐姐 什么叫盲族啊 一旁的张小鱼一脸蒙逼地问道 盲族你都不知道 就是犬咯 这些犬族一般都是这么自称自己的 胡鹰笑咪咪地说道 张小鱼这才恍然大悟 哦原来是狗啊 话落 他才惊觉自己失言 慌忙捂住了嘴巴 有些歉意地看着江巡南二人 可江巡南却根本没有理会这些 他正一脸惊诧地看着胡鹰 直到过了好一会 他才惊愕地说道 胡 狐狸精 可问题是狐狸精 再见到我们犬族之后 不是应该害怕的吗 这话一出 本来笑盈盈的胡鹰 额头上瞬间浮现出一层黑线 然后勃然狂怒道 你才狐狸精 你全家都是狐狸精 老娘我可是堂堂的天狐一族 你这条小狗是想打架是吧 要知道胡鹰可是最忌讳别人喊他 狐狸精的 这就跟张小鱼 抵触别人喊他铁板烧是一个道理 江巡南被胡鹰的样子吓得赶紧躲到了小天的身后 连头都不敢抬了 缺安健壮一笑 好了好了 鹰人 这都是我的朋友 你也别这么凶了 小心以后嫁不出去 这话让胡鹰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 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我才不要嫁人 反正我就跟着薛哥哥了 你是甩不掉我的 哼 说着 他转身就走 只剩下张小鱼站在那傻了 可还没等他说话 胡鹰反手便揪住了他的耳朵 站在那干什么 还不跟老娘走 哎呀哎呀疼疼疼 胡仙姐姐 胡仙奶奶 李清点 我的耳朵都快被您给揪下来了 张小鱼的嚎叫声渐渐远去 缺安无奈地苦笑一下 他也拿这个胡鹰没有办法 只盼着能尽快抽出时间来将其送回青秋湖国 让胡鹰那个小子去费脑筋了 这时安岩走上前来 有些心疼地看了笑天一眼 缺安已经将事情的经过都跟安岩说了 因此他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华族神灵又尊敬又疼惜 不禁说道 好了 快进屋去说吧 趁着时间还没到 先好好地休息一下 第1199张红唇四火大战中喜 小天虽然还没有恢复记忆 但他隐隐地已经猜到了些什么 因此对薛安以及安岩都十分地尊重 不禁点头道 是 晚宴很丰盛 不但有从地球带来的种种菜品佳肴 而且还有福宝小楼之中出产的新鲜果蔬 因为神福求求的缘故 这福宝小楼每一天都在变化当中 不但面积正在逐步地扩大 其中的灵气也越来越充沛 所以才有了这些天然生长的灵草果蔬 众人也吃得很是尽兴 尤其胡鹰 刚刚他还跟江巡蓝吹胡子瞪眼 结果这么一会的光景 两人居然亲密地坐到一起 谈得十分开心 这让薛安不禁哑然失笑 不管这个胡鹰如何洋装成熟 其实他的心智跟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有时候表现得很是刁蛮 但转眼过后 他自己可能都忘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 比如现在 他跟这个江巡蓝好的俨然 像是一对多年未见的闺蜜 这一顿晚宴就在这种温馨的氛围下结束了 喝得鸣鼎大醉的孝天和江巡蓝并没有回去 而是被薛安安排在了福宝小楼中居住 而且还是一个房间 等江他们两个安顿好后 薛安走下楼梯 来到了客厅之中 胡鹰和张小鱼依然雷打不动地 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着格斗游戏 两个小丫头也已经睡下了 唯有安颜坐在沙发上等待着薛安 薛安见状笑了笑 静止走过去 坐到了安颜身旁 手十分自然地揽住了安颜的肩头 安颜也没说话 乖顺地将头靠在了薛安的肩头之上 两人全都沉默不语 直到过了好一会 安颜才轻声道 老公 嗯 这次的大战 是不是会很艰辛 薛安有些惊诧地看了安颜一眼 为什么这么说 安颜轻声道 因为我看得出来 你之所以带着笑天和那个女孩回来 就是想尽快地成全他们两个 如果不是心里没有把握 你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说到最后 安颜的声音之中已经有了一丝黄疾 这是从未有过的 之前不管薛安去做什么 安颜尽管心中担忧 但也没像现在这样的惊慌过 可这次不同 这次薛安将要面对的 可是整个神界之中真正手去一指的大人物 活了几万年的恐怖强者 这样的存在 再加上薛安的举动 自然让安颜的心提到了嗓子也 薛安文言却笑了起来 然后抬手捏了捏安颜的穷鼻 傻瓜 想得倒是挺多 老公 是这样吗 我说的对吗 安颜依然不依不饶地问道 薛安默然片刻 然后轻叹道 也对 也不对 对 是因为正如你所说 我是想着成全这对苦命鸳鸯 不对 则是我从未失去过把握 说到这 薛安抬手在安颜的嘴唇上捏了捏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才有些感叹地说道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有原因的 你觉得 这个小天在恢复记忆之后会怎样 听到薛安的问话 安颜愣住了 是啊 他现在的记忆都被封印了 但等他恢复了之后会怎样呢 薛安脸上露出了一丝悲悯之色 被残害自己同胞 甚至杀害自己主人的仇人蒙蔽心智 并驱使了几千年 这等打击在恢复记忆之后 简直是致命的 甚至他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走向极端 这等事是谁也救不了的 我也只能提前帮他一把 算是给了他最后的一点温暖 听到薛安的话 安颜忽然流下了眼泪 然后轻声啜气道 为什么 为什么华族要肩负这么多 甚至让一个华族神灵 都要如此残酷地活下去 薛安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柔声道 因为华族从来就不是一个服输的种族啊 也是因此 才会招致万年之前的那场大祸 可是那些人根本不会明白 他们所失于我们的 我们终将百倍地还回去 说到这 薛安的眼中闪过一抹冰冷的杀意 安颜感受到了 浑身不惊一颤 然后轻轻抱住了薛安的腰 老公到时候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 薛安轻笑了一下 傻言人 我是男人 男人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女人上战场的 如果真到了那个境地 那就说明真的要完了 可是 安颜有些焦急 薛安轻轻摇了摇头 别的我都可以听你的 但唯独这件事 不可以 看着薛安脸上的肃然 安颜的心忽然软了下去 然后点了点头 明白了 放心吧 你老公我是战无不胜的 薛安笑了笑 可后面的话却说不出来了 因为红唇似火 已经封住了他的嘴 三天光景转瞬即逝 当约定的时间来临之时 福宝小楼中的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但薛安却没有任何表情 带着笑天便要离开 江巡南满脸红晕 也要跟着 但笑天却坚决地拒绝了 最终他也只能呆呆地目送着笑天跟着薛安离去 眼中满是担忧之色 气氛变得十分压抑 直到过了一会 胡英才笑着说道 好了 都不要这么沉闷了 无非就是一个神界的借主而已 薛哥哥绝对会平安无事的 虽然这么说 但还是打消不了安颜眼神深处的那一抹优色 老公 你可要平安归来啊 与此同时 薛安和笑天 最梦于认四人 也已经跟随着楚妈妈 见到了机患 三天未见 这机患的面容变得憔悴了许多 眼圈也变得有些发黑 显然这三天他过得很是煎熬 等见到薛安之后 他点了点头道 不负重托 事情已经办妥了 现在离恨天君并不再离恨天 而是在他自己的神国之中 你们现在前去神殿 便可以直接进入神域之中 薛安文言笑了笑 哦 是麻 机患点点头 那里的一切 我已经打点好了 拿着这个手牌 到了那边自然会有人接应你们 说着 机患拿出了一枚无暇欲绝 可薛安却没有接 反而淡淡地扫了机患一眼 然后冷声道 这手牌 还是你亲自交给对方吧 什么意思 机患一愣 意思就是 你也要跟着一同前往 第1200张无暇欲绝天君守令 机患脸上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很精彩 这 这就不需要我也跟着去了吧 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打点好了 您 您直接去就好了啊 越说到后面 机患的声音就越小 因为薛安正在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看着他 直到他说完了 薛安才点了点头 淡淡道 也好 既然这样 你就不用去了 机患心中一喜 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可还没等他的喜悦爬上眉梢 便直接凝固住了 因为薛安接着说道 记得洗个澡 换套新衣服 然后找个地方静静地躺着 这样等被建议破灭神魂的时候 会死得比较有尊严一点 说吧 薛安转身便要离开 最梦则性栽了祸的看了陷入呆滞状态的机患一眼 然后也跟着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机患浑身一颤 满脸黄急地便跑了过去 大大人 我突然觉得今天也没什么事 所以还是我跟着您一去过去吧 方便吗 薛安头也不回地说道 方便 简直太方便了 机患点头如倒算一般 薛安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那好吧 离恨城规模很大 如果论面积的话 甚至比天照神域的几大城持家起来还要大 居住在这里的 都是神界之中真正的大人物 也因此 这座离恨城几乎没有防御措施 在人们看来 除非脑子坏掉了 否则谁敢来这种地方造次 不过因为城中强者众多 为了便于管理 所以在离恨城中是严禁人们随便升空飞行的 但机患显然不再静止之列 只见一辆极为富丽堂皇 有两头针韩瑞受作御马的车面自定天轩中飞出 直奔离恨城而来 所过之处 光滑璀璨 令人目眩 众多强者纷纷抬头望去 然后便全都露出了古怪神色 在这离恨城中谁不知道这位戴夫人机患的名号 也因此 机患的那些癖好更是众人心知肚明之事 说起来 这位离恨天君头上的绿帽子都已经可以顶破天了 但也没见离恨天君对此有什么表态 反而对这个机患十分的纵容 也因此 离恨城中的诸多强者们对此意识讳莫如深 不敢多谈 但往日机患可是很少出定天宣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之中 就见这架车碾直奔城池正中的那座神殿而去 一路之上 无人敢阻拦 车碾直接降落于神殿之中 刚一落地 就见一行人便慌忙地赶了过来 等到机患一出车碾 这行人便纷纷跪倒在地 恭敬地喊道 见过夫人 机患站于车碾之上 茫然而立 扫尸了一下跪在地上的这群人 过了片刻 才冷冷道 天君大人可在 跪在最前面的那人往前跪爬几步 仰起头来谄媚地说道 夫人 天君大人最近有事在身 并不在神殿之中 但您要是找他的话 可以给他老人家发神念书印 您看 不必了 机患冷冷地打断了这人的话 既然天君大人有药物在身 那就不要劳烦他了 我来此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心血来潮 想来此逛一逛罢了 是是是 我这就派人准备住所食物 您 机患去有些不耐烦的一摆手 行了 我自己什么没有 还用你准备 夫人恕罪 我可不是 那的意思 这人的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不禁惶恐地说道 好了 我看见你们这些人就烦得很 全都退下吧 让我自己在这清静一下 机患冷冷道 可是 听到机患这么说 负责看守这里的这几人 不禁偷偷对视了一眼 然后领头的那人咽了口口水 硬着头皮说道 夫人 天君大人可是亲口吩咐过 这里乃是境地所在 不管是谁 都不可私自逗留 您 话音未落 机患养手便是一记耳光 尽管相隔一段距离 但这一耳光还是将说话之人 擅得离地而起 在空中翻滚了几圈之后才堪堪落地 然后口鼻流血 满脸惊恐地看着机患 机患冷笑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天君大人乃是我的夫君 怎么到了你口中就成了外人了 难道说 你打算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成 听到这话 说话之人吓得浑身战斗 连话都说不出来 但就在这时 在他身后跪着的一名护卫开口说道 夫人 并非我等要为难于您 实在是职责所在 我们要是退下 等以后天君大人知道了 我们的下场也会极彩 所以还请夫人见谅 这话说得有理有据 可机患文言却是一阵的冷笑 好 说得不错 果然不愧是天君大人身旁的侍卫 可你觉得我是无理取闹吗 小人不敢这么说 但职责所在 不得不如此 这名侍卫又一次叩首言道 但就在这时 就见机患扬手扔出一件东西 直接砸在了说话这人的脑门之上 啪 东西落地 这时人们才看清 居然是一件无暇欲绝 然后机患才冷笑道 我知道你们职责所在 但现在天君大人的首令在此 你们还敢不从麻 见到这枚欲绝 所有侍卫全都一争 他们可以感知到这枚欲绝之上 所蕴含的天君气息 所以这是根本做不得假的 因此在惆怅片刻之后 这些人互相对视一眼 不禁其其叩首 既然如此 那夫人请自便 说完 这些侍卫站起身来一仰手 但见这座神殿那些阴暗的角落里 走出了无数沉默的身影 同时还有很多双窥式的眼睛随之顿影 而后这些侍卫便也攻身而退 请客间 偌大的神殿变得空荡荡的 等确定所有人都已经离去 没有遗留的眼线之后 机患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产生到 大人 好了 人都已经撤走了 话音刚落 就见在车眼之前 一个身影渐渐浮现 然后俯身拾起 地面上的那枚欲绝 回身冲着机患淡淡一笑 这就是你说的打点好了 就是说的